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我是齐家唯一的继承人 在一次聚会上 我意外落水失踪 齐家翻遍整个山庄都找不到我的踪影 而就在我那未婚夫和我父亲带回来的私生女订婚宴上 我却突然出现 在见到我的那一刻 周晓晓俏丽的脸瞬间惨白 李子韦和周晓晓正在互换订婚戒指 周晓晓穿着高定礼服 娇羞地低下头 一脸甜蜜 我的出现打破了现场气氛 全场哗然 怎么就那么等不及 我还没死呢 你们这么就急着订婚 众人不敢置信 一个月前宣告死亡的齐家千金大小街 既然好端端地站在眼前 周晓晓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脸色瞬间苍白 周围静得可怕 我痴笑 走上前 看着眼前的男女 怎么了 继续 不要因为我的到来 而耽误了你们的订婚仪式 清云 你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我非常高兴 李子韦非常绅士地将周晓护在身后 丝毫没有因为我死而复生感到高兴 反而一脸戒备地看着我 但今天是我和晓晓的订婚宴 请你不要徒生事端欺负他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只是觉得好笑 李子韦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才是我未婚夫吧 你不关心我这未婚妻的状况 我还没做什么 就开始指责我 我看着躲在李子韦身后的周晓晓 此时局促不安 眼神躲闪 他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出现在这里 我才失踪一个月 就和这个女人情深似海了 还是说 在我没出事之前 你们早就暗通款屈其清云 请你不要污蔑我和贝晓 似乎是我道破了他俩的秘密 李子韦脸色涨红 姐姐太好了 你还活着 我以为小白花欲雨泪先流 一副娇若我见油帘的模样 与他之前推我下水 那股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今年的奥斯卡影后 非他莫属 其里两家在江城颇有声望 今天两人的订婚宴上 也来了众多名门望族 见这场面 宾客开始议论纷纷 周小小脸色越发苍白 双眼含泪 强撑着靠在李子韦怀里 姐姐 是我不好 我真的太爱子韦哥了 求你成全我们好不好 我可以给你跪 说完就要向我下跪 齐清云 不要 你太过分了 我喜欢的从来就只有被小 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的 李子韦这个蠢货 轻而易举就被周贝贝这个女人的伎俩忽悠 看着眼前的情真意切场景仿佛我是拆散他们真爱的恶人 我那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解围 清清 你还活着 爸爸真的很高兴 他双眼通红 声音哽咽 很好地演绎了一个失而复得慈爱父亲的角色 但如果不是他寄予我手下股份 我落水后才找了不到三天 就对外宣布我去世的消息 我宁愿相信他还是对我有丝丝妇女感情 可惜没有 他似乎对我还活着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高兴 我怎么不觉得呢 我拿起旁边桌上的红酒杯 漫不经心晃动着杯里的红酒 我才失踪多久 爸就急着接手我手中的股份 并安排周晓晓和李家订婚 我很难不怀疑爸的别有用心啊 姐姐 你怎么能怀疑爸爸呢 你可以污蔑我 但是不能怀疑爸爸 他这样做都是为了齐家 为了公私 他周晓晓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指责我姑父 父亲的好意 你给我闭嘴 不等他说完 我上前啪的一声 给了他一耳光 周晓晓被打得一晃 差点摔倒 李子维和我那渣霸扶住了他 李子维气急败坏指责我 齐青云你干什么 你竟然打晓晓 她是你妹妹 哼 妹妹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女儿 我哪里来的妹妹 周晓晓 不过是我父亲前两年再婚后妈带来的女儿 初世纪女 其实根本就是我爸养在外情人苟且生的私生女 我母亲在四年前重病去世 爷爷年事已高 无力在管理齐家企业 我研究生又刚毕业不久 不通事事 她自以为掌握了齐家的命脉 我妈才去世不到一年 就急着将第三者母女领进门 只可惜她算错了 我妈生前所有的股份全部由我继承 她一分都拿不到青云 咱们一家人有误会就好好说 怎么能动手呢 她继续扮演着慈父的角色 仿佛对于我的无理取闹并不责怪 反而十分包容宠溺 她转身向今天到访的宾客致歉 宣布今天的订婚宴暂时取消 并说明后续会上门赔罪 态度诚恳 一烫下来 行云流水 不愧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要不是我知道了 她的底细 恐怕连我都要被骗过去 我的意外出现 让这场周辈辈期待已久的订婚宴不了了之 她心里现在是恨透了我 但这只是开始 现在为时尚早 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他们呢 这笔账我要一个一个算 齐家大小街死而复生的消息 在圈内惊奇不小地波动 毕竟当初那场聚会 许多人亲眼看见我掉进海里 救援队打捞了三天三夜 也没找到我的尸海 而如今却安然无恙地回来 并且出现在了继妹和前未婚夫的订婚宴上 我的手机接连不断收到各方的信息 有关心的 有疑惑的 也有多家媒体想要对我进行专访 从中了解内幕 网上有网友们开始猜想 说是齐家的仇家主导了这场谋划 只是我大难不死 侥幸被活了下来 各种千奇百怪的猜测甚至冲上了热搜 八卦果然是人类的天然属性 我现在没有时间理会这些 最重要的还是得先给爷爷报个平安 爷爷年事已高 再承受不起 白发人送黑发人 当爷爷看到我 原本苍老浑浊的眼睛瞬间通红 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起来 他双手颤抖抚摸着我的头 男男 我家男男 我心中不由酸涩 扶住爷爷坐回沙发 爷爷 我回来了 才一个月不见 爷爷又苍老了不少 头发愈发斑白 眉宇间透露着沧桑无力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不肯放开 嘴里不时发出几声哽咽 生怕是梦境醒来 我就不见了 爷爷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坐在他旁边 轻声安慰爷爷 我没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是谁 到底是哪个王八高子 既然敢打我其家孙女的主意 爷爷脸色发红 呼吸急促 额头抱起一道青筋 我轻拍着他的后背 给他顺气 爷爷不要为不相干的人气坏了身子 这件事我自己结产 爷爷身体大不如从前 这些烟渣的事情不能再打扰到他 是爷爷没用 保护不好你 爷爷满是自责地看着我 眼眶流出热泪 周启明 王我其家对他那么好 既然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连同李家一起算计我们 真当我是死的吗 想必李子为和周晓晓订婚的事情早就传到爷爷的耳朵 丧失孙女李家的背信弃义 这段时间让爷爷倍感无力 我握住他的手 窗外昏暗的路灯 在夜色里泛着幽光 秋风瑟瑟 风声呼啸 爷爷放心好了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安抚完爷爷睡下 我打开手机界面 看着联系人中那个号码 拨了过去 没过多久 手机一端传来低沉慵懒的男生 齐小姐终于想起我了 我以为产小姐忘了我们的约定呢 不知商先生明天是否有空 我想见您一面 既然齐小姐盛情邀约 我就确之不公了 第二天意外是个好晴天 我驱车前往约定地点 到达时商却早已等候多时 抱歉 路上有些堵车 让商先生久等了 我放下包 坐在商却对面 无事 我也猜到商却毫不在意 是一服务员可以上餐 这家的牛排不错 齐小姐可以尝试一下 餐很快上齐 商却慢条丝里地切着牛排 气质金贵 而我却食不知味 浅尝了几口牛排后 说出自己今天约他出来的原因 商先生 我今天约您出来 是想和您聊 关于成熙那块地皮的事 不知您对商却 放下餐具 抬起眼皮 嘴角微勾 露出笑意 本想单纯地和齐小姐吃顿饭 齐小姐还真是扫兴 实在抱歉 打搅到您的雅兴 成熙的项目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业 只有您能帮我要成熙的项目外表 是个趋之若鹜的项目 李子维和周小小急着订婚 还有一层目的就是为了和我爸合作 共同拿下成熙这个项目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成熙这个项目 其实个废标背后 有着巨大隐患 我的目的就是让李子维和我爸产生错 觉得这个项目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效益 商家是江城的顶级世家 产业遍布各行各业 商却是商家培养出最优秀的继承人 此次成熙地皮竞标的事项也有商家的参与 商却就是主要负责人 所以我必须在李子维和我爸投标之前 与商达成合作 齐小姐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 成熙的这个项目不是这么简单的 况且 蝉小姐就这么确信 我会帮你吗 商却 慵懒地搭在沙发上 右手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深褐色的眼眸 盛满了意会不明 像是雄狮等待着猎物落入陷阱 我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 拿起水杯喝了口水 顿了顿才道 要不是商先生 我早就在那次落水中身亡了 商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现在能相信的也只有您 只要商先生能够帮我 这次合理范围内的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您 商却低头一笑 我可以帮你 我就一个条件 什么 商却起身 越过餐桌 俯身轻挑起我的下巴 声音暗哑 你 我挥开他的手 抬头直视他眼睛 商先生真会开玩笑 我自认为没有让您另眼相看的地方 商却 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扯了扯领带 解开领口的第一颗扣 露出性感的猴结 我需要一位妻子 想必其小姐也切身体会到 在我们这个圈子 婚姻无非是商业联姻 既然是为了共同发展 为何不选一位和自己心意的妻子 其小姐聪明有手腕 可谓才貌双全 恰巧我又对其小姐一见钟情 所以 其小姐很符合我的妻子人选 似乎觉得我不会答应 又说道 请其小姐放心 婚后 我不会干涉你 你依然可以从事自己的事业 你要是不放心 我们可以让律师起草婚前协议 我答应你 我毫不犹豫地回应 让商却 猝不及防 他微微挑眉 其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没必要急着答应 不用 商先生说得对 婚姻本身就是掺杂着利益关系 既然最终都要联姻 何不如找个自己称心的 原本我和李子维也是商业联姻 我并不爱他 最多也只是顺眼 圈内一些豪门夫妻也是维持表面关系 私下各过各的 他的私生活我不想过多干涉 只是没想到他会和周晓晓一起恶心 我对爱情婚姻并没有过多期待 许是几年前父亲对待母亲去世后的行为 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不是很相信感情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婚姻对于我来说同样如此 商家实力雄厚 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 有人抛出橄榄枝 我为何不接住 齐小姐真是爽快 既然我们一拍即合 改日我和父母会一同上门拜访齐老先生 青云商却喃喃着我的名字 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他眉眼温柔带笑 不再是刚才的完事 不公自辩 合作愉快 我的未婚妻商却举杯示意我拿起旁边的酒杯回敬 合作愉快和商却谈判完 心情颇好 回到家 刚进门便看见周晓晓母女不知在谈论什么 坐在客厅欢声笑语 看来两人心情不错 我懒得搭理母女俩 越过客厅准备上楼 可周晓晓却偏要在我面前刷存在感 自讨没趣 捏住鼻子皱眉嫌弃道 姐姐昨天一夜未归是去哪了呢 好大的酒杯啊 姐姐这是和哪个男人在外面鬼混 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我回头看着像周晓晓 又脸颊还犯着轻微红肿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去 哪用得着你们操心吗 管好你们自己 小小别理他 等会你爸回来 有他瘦的 赵素晴坐在沙发上斜看了我一眼 你现在可是李家长子的未婚妻 未来李家企业的大少奶奶 不要和这种成天不着家没娘养的黄毛丫头计较 说完 拿起化妆镜 欣赏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 我定眼一看 那是我妈妈婚前爷爷送给她的嫁妆 我怒火中烧 谁让你们动我妈一物的 赵素晴不以为意 抚摸着项链上的蓝宝石 那么紧张干嘛 不就是一条项链吗 再说了 人都死了 放在内也是浪费 倒不如给我得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怒火 直径走过去 抓住赵素晴胸口的衣服 把她从沙发提起来 啪啪两声 朝她脸就是两耳光 赵素晴跌倒在地上 捂住脸 双眼震惊地看着我 齐青云 你干什么 我是你长辈 你敢打我 我将袖子挽到胳膊肘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我打你怎么了 打你还要看皇历呀 打的就是你 齐青云 你敢打我吗 我跟你拼了 周晓晓拿起身边的花瓶砸来 我闪身躲过 反手将她推倒在地 花瓶哗啦掉落在地 瞬间四分五裂 我捡起一块碎片 齐青云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害我母女俩 爸不会放过你的 周晓晓趴在地上 惊恐看着我 蜷缩着身体往后退 我扯住她的头发 使她被迫往后痒 瓷瓶抵在她脸颊 你说我要是划破了 你这张脸 李子维还会喜欢吗 瓷片从她右脸颊划过 赤脖梗大动脉停住 白净的皮肤 因为害怕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落水的事情 还没找你算账 你不要以为 没人看见你推我下水 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不要惹我生气 瓷片在她下颚划出一道细长的伤口 带出血痕 妈 快救我 她疯了 周晓晓痛苦地向赵素晴求救 清云 冷静 是我不好 我再也不碰你妈妈的遗物了 不碰你 不要伤害晓晓 赵素晴双脸红肿 头发凌乱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张庆燕 声音颤抖 祈求着我 我松开周晓晓 解脱桎的周晓晓 浑身瘫软地趴在地上 当了几天阔太太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我要是再看到你们碰我妈的遗物 听到你们说我妈闲话 可就不是这么算了 我走到赵素晴身旁 扯下她脖子上我妈生前最爱的宝石项链 看着地上狼狈的两个人 警告道 以前是我太给你们脸 觉得我好欺负 让你们为所欲为 但现在不同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 什么都不怕 有什么招数 尽管放马过来 说完便转身上楼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母女俩相互依偎在一起痛哭 第二天我一下楼 餐厅里三人早已等候 餐桌上的早餐丝毫未动 赵素晴和周晓晓脸色苍白 低头啜泣 见到我过来 犹如看到洪水猛兽 浑身一颤 我那所谓的父亲见状更是眉头紧锁 脸上满是阴霾 我毫不在意 拿起餐桌上的吐司咬了一口 大早上不吃饭 坐在这当菩萨 齐清云 你真是长本事了 连长辈都敢打 八一巴掌趴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她开口质问我说怎么的感情在这等着我 她算什么长辈 我是继母清云 讨厌我是我做得不好 赵素晴双眼红肿 委屈地擦着眼角不存在的泪水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又开始了她拙劣的演技 也只有我爸脸盲心虾 被她母女要得团团转 继母你配吗 你是怎么进其家门的 不要我明说 是 我昨天是打了她们母女俩 但你不问问你身边的红颜知己和好女儿 我为什么打她们吗 周晓晓扯着爸的衣角 爸 您看她还有理了 母女俩火上添油的功力果然不错 爸更加气愤 指着我恨铁不成钢 我看你是跟外边那些狐朋狗友学得不成样子 你看看你妹妹 你有她一半听话 我就上高厢了 我冷笑一声 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学她什么 学她和母亲一样勾搭有父之夫 人家原配还没去世多久 就急着登堂入室 哦不 我忘了李子维还没和我结婚呢 但妹妹和自己未来的姐夫苟且 周晓晓 你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逆女霸气地浑身颤抖 手指指着我 怒目而斥 别用手指指着我 我说得不对吗 爸 我还叫你一声霸 你敢说周晓晓不是你的私生女 我对她的怒火丝毫不为所动 淡定拿起装着牛奶的玻璃杯 今天无审的吐司烤得有点焦夜着荒霸夺夺过我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上 杯子摔碎得支离破碎 牛奶撒在地板 一片狼藉 生气呀 周启明 你扪心自问一下 敢说你内心没有半点愧疚吗 我被周倍晓差点害死 失踪一个月 你真心找过我没有 我看着眼前我叫了二十多年的父亲 早就让我感到无比的陌生 心中酸涩 只是因为内心深处那半点妇女之情 现在也要消失殆尽 我妈和爷爷对你不好吗 你当初什么都没有 我妈一个齐家 千万身家的大小街 毫不在意地嫁给你 在外处处维护你爷爷也是尽其所得 在其家产业众多股东董事前为你排忧解难 可你呢 是怎么对他们的 我指着他背后的周倍晓讽刺问道 他姓周 他姓的是哪个周 他似是被我戳穿了真相 整个人面色丈红 气急败坏呵斥 混账 你给我滚滚 用不着你说我自己会走 你以为我想待在这 庸人早已听我的吩咐 收拾好行李 全部运下来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 这个家就没有了以往的温 或许他不能称之为家了 我带着妈妈还遗留下来的物件 搬离了那个让我曾经幸福 如今却深恶痛绝厌恶的房子 花一段时间整理了新居 来到新的环境 让我原本烦闷的心情音转情 恰巧商榷也给我传来消息 承熙的项目 李子维和我爸已经成功地终彪 手机里 商榷的声音低沉却温暖 我真诚地道了一声谢 我站在阳台 夜幕降临 窗外车水马龙 滑灯初上 好戏要开始了 江城的冬天总是湿冷刺骨 室外寒风凛冽 阴雨连绵 室内却四季如春 灯火通明 相依谍影 卑躬交杂 我百无聊奈 已在角落看着宴会上人 各界名人 商客交谈寒 我说 怎么找不到你 原来躲在这里 我转头上 却一身撕走深灰色西装 身子挺拔 五官深邃 气质高贵出尘 他递给我一杯香槟 我接过 米了一口 这种聚会原本就没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人际交集 商业互利 商却浅笑道 委屈你今天陪我来了 作为赔罪 等会带你去见一个人有惊喜 正想问清楚时 门口传来骚动 只见我爸带着赵素琴母女走进了宴会厅 李子韦也在其中 最近我爸和李子韦 共同拿下成熙的这个大项目后 那是春风得意 连带着赵素琴和周晓晓 也在圈子高调了好一阵子 原本那些嫌弃赵素琴上部的台面的阔太太们 也和她逐渐联络起来 周晓晓更是打电话 向我炫耀她和李子韦的好事将近 现在李嘉对她非常重视 将会为她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讽刺我明明是其家的大小街 却有家不能回 连未婚夫也成为了她的裙下之陈酒 我爸带着赵素琴与一些业界商人交谈 周晓晓挽着李子韦的手 言之巧笑 一身粉色长裙 更显得她娇小可人 周晓晓看到我 拉着李子韦向我走来 语气柔软 却带着药物扬威 姐姐怎么在这呢 这么多天了 姐姐的气该消停了 怎么还是不回家 家里人都很担心你的 周晓晓一开口 一股茶味便扑面而来 我皱着眉 周晓晓 你是泡在茶桶里长大的吧 怎么浑身一股子茶味 齐青云 拜托你放尊重点 晓晓不计较 你打了她 反而好心劝你回去 你什么态度 周晓晓的三言两语 果然掀起了李子韦的保护欲 晓晓不必和她多说 你太善良了 是她不识好歹 可是紫薇哥她 虽然打了我和妈妈 但是毕竟她是我姐姐 周晓晓表现的一脸宽容大度 丝毫不计前嫌 要不是现在的场合不对 我真想当场翻个白眼 姐姐 我和紫薇哥马上要重新订婚了 我知道姐姐内心还计较我和紫薇哥的事情 不然上次也会不破坏 但是人的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紫薇哥爱的不是你 我希望能真心得到姐姐的祝福 周晓晓说言语真切 仿佛我要是不答应 就是破坏她两人感情的老巫婆 秦清云 我劝你不要再多生时端 你无论做什么 我都不会喜欢你这种恶毒的女人的 李子维一戒备地看着我 真心不知道 李家怎么会培养出李子维这样愚昧无知的接班人 我还挺替李家担心未来的基业会败在李子维手上 李先生想必误会了 齐小姐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商榷上前倾揽着我腰 周晓晓看到商榷 眼睛一亮 立马又摆出一副小女儿家的姿态 温声音细语道 原来商先生是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经常好长一段时间不回家 家里还以为姐姐是在外面呢 原来是我们误会了 商榷商场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哪能不知道周贝贝故意欲言又只想引导什么 商先生 这个女人恶毒又自私 您可千万要不要被这个女人迷惑了 李子维随即附和 商榷唇角略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带着冷漠嘲讽 清云 再不好也不是你们两个可以评价的 旷木李先生作为李家培养的接班人 如此地口不择言 他人十点小伎俩就被耍得团团转 我很难信任未来商家和李家可以合作的 商榷的话 让李子维脸 犹如调色盘酒 五彩缤纷 妮妮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商榷不再理他俩 挽着我的手离开 商榷握住我的手 避开众人视线 穿过层层长廊 来到一个私密性良好的房间 进门便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位长相俊秀的男子 一李子祺、李子维的堂弟 商榷拉着我走过去 坐在他对面久等了 他抬头打量着我和商榷 半傻 突然笑一声 好似嘲讽我那好堂哥 放着珍珠不要 却捧着一颗玻璃球 是若珍宝 真是有意思 说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U盘 放在桌上 齐小姐 这里有你很感兴趣的东西 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转头看向商榷 商榷向我点了点头 示意我可以收下 我拿起U盘收好 多谢 李子祺摆了摆手 斜靠在沙发 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齐小姐见外了 我和商榷认识多年 也算半个朋友 一点小忙而已 况且我帮你 我也有我的目的 李家那帮老家伙把这么大的期望都倾注在李子维这个要脑子没脑子的家伙身上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挫败的模样 只要看到李子维遭难 我便开心 要他们知道谁才更适合当李家的接班人 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微微挑眉 戏谑道 所以 齐小姐可不要让我失望 李子祺提供的优盘还真给了我一个惊喜 优盘里存储着赵素琴和不同陌生男人亲密出入公共场所的照片 行为十分亲密 书数量达到上百张 其中还有赵素琴或同其家公司高层转移项目资金偷税漏税的证据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份电子版的亲子鉴定报告 报告显示 周贝贝根本就不是我爸的女儿 我看着这些资料 我爸怎么也想不到他捧在手心里的真爱 给他戴了好大衣顶绿帽子 我还真是越来越期待后续地发展了 果然我爸和李子维没得意多久 承熙的项目便出事了 他俩投进去的资金全部打水漂 李家和其家的高层集体讨伐两人 我爸忙得叫头乱耳 如同热火上的蚂蚁 他甚至跑回老宅想劝说爷爷出山解决这个烫手山芋 却没想到铺了个空 连我爷爷面都没见着 他不知道的是 为了没有后顾之忧 我早已经将爷爷送出国外疗养身体 青云帮帮爸爸 以前是爸不好 爸做了许多对不起你妈和你的事 但是现在爸爸是真的知道错了 要是承熙的这件事不解决 会出大事的 你不是和商家的大公子在谈恋爱吗 你帮爸爸联系一下商先生好吗 这么多年 我好久都没有听到 我爸这么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 语气里甚至带着祈求 他现在当然害怕 之前在众多高层元老前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他这胸脯说绝对万无一失 他又在其家企业里工作多年 平时做事也是谨慎小心 这些老狐狸才相信他 甚至一些股东也跟着投了不少资金 没想到捅了这么一个篓子 现在恨不得把它包了几天 我漫不经心 导持着新作的美甲 爸 您在说什么呢 我人为言轻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使还得了伤 况且 您弄出这么一个篓子 别人又凭什么 帮你擦屁股 齐青云 我是你爸 你就理所应当地帮我 况且 这也是齐家投资的项目 你就难道忍心齐家这么一大笔的损失吗 手机里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呵 这是我做的吗 不是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提醒过您慎重考虑这个项目 可您是怎么说我的 说我乳嗅未干 没远见 您现在朝我发什么脾气 与其您在这骂我 您还是想想怎么安抚那帮老狐狸门吧 齐青云好 真是我的好女儿 既然见死不救 我不理会她的愤怒 继续火上添油 您先别急地生气 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您 保准您收到后会很惊喜 一定记得查收哦 说完不等他回话 便挂了电话 没过几天 在其家多年的周沈跟我八卦说 我爸有一天收到一个快递后 看了里面的资料 脸色瞬间就清了 朝着周肃秦母女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客厅里贵重百件都砸了 一片狼藏 不管赵素琴母女怎么祈求哭诉 我爸也是无动于衷 最后更是大晚上地将赵素琴母女赶出了家门 我不由唏嘘 还真是风水转 我爸背叛了我妈 不惜流言蜚语也要取进来的挚爱 竟然成为了一个笑话 赵素琴母女被赶出之后 有多次回去纠缠我爸 都被唐部留情驱赶 原本俩人身上还有足够让他们生活的金钱 两人享受灌豪门生活酒 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 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日子 住的也是星级酒店 吃喝享受也最好的 很快就捉襟见肘 周晓晓寻求李子维的帮助 天真的以为没有了我爸 但是还有李子维这个未婚夫 但李子维都已自身难保 根本无法顾及到他有多少 知道了赵素琴母子的事情 也是避之不及 自从出了承熙这件事后 他在李家的地位急剧下降 李家彻底放弃了他 公司之前所有职务都由李子维接替 而他被家里遣送到国外 正当都乱成一团时 我已持有其家最多股份进入公司高层决策 我爸在公司行事多年 在我妈还在时 就拥有了相应的话语权 我妈去世后 爷爷伤心过度隐退 我的年纪和精力还不足以管公司 于是就有了我爸的指手遮天 几乎所以都逐渐默认了 我爸就是未来公司的接班人 其家企业要改姓周了 所以赵素琴母女才想千方百计地把我赶出家门 但直到我出现在 他们终于清醒过来 无论怎么样 我才是其家真正的接班人 我当众 我当众罢免了我爸所有的职务 并拿出最新的策划方案 宣布重新开始对承熙项目的开展工作 散会后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是你 你是搞个鬼对不对 我故作听不懂 爸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您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公司没找你问责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他愣了一会才自嘲道 你还真是我好女儿 不愧是你爷爷亲自培养的 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了你 你确实比我要厉害 有手腕 承熙的项目是个废镖 他也确实是个烫手山芋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爸和李子维太急于求成 但凡细致了解一下 也不至于满盘皆输 我笑了笑道 想要对付您 可不容易 您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 我可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不局 不然以您的经验 不就一眼识破了吗 为什么他语气平静 没有了之前的恼怒 因为我恨您 恨他背叛了妈妈 背叛了家庭 恨他的见利妄议 为了利益 可以不择手段接任董事后的我 立马对总部进行大整顿 就出了不少毒瘤 其中一位和赵素晴关系匪浅的高层 在赵素晴和我爸感情正浓的时候 缠着我爸在公司担任挂名过相关部门的职位 现两人查出涉嫌大量公司资金转移 我反手就是举报 当警察带走赵素晴时 周晓晓崩溃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素晴被警察带走 齐清云 都是你 我跟你拼了 他冲过来想要殴打我 却被我身边的保安阻拦 推倒在地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趴在地上狼狈不堪的他 你妈利用植物之变触犯了法律 就应该被绳之以法 我说过我会和你们慢慢算账的 这种滋味怎么样 他身体颤抖 双眼通红 愤怒地看着我 恨不得将我撕碎吞入腹中 他气劫生思 齐清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冷笑 好 我等着 一切尘埃落定 经过高层的投选 我接任公司的执行董事 对之前承熙的项目重新开发 一时间忙得废寝旺时 商却多次打趣我 忙得连他这个未婚夫是不是都忘了 什么时候才能带他去见我爷爷 我只能跟他道歉 并再三保证 等忙完这一阵子 一定信守承诺 和投资商谈论完合作后 已经是月明星期 我和助理将一行人送至公司楼下 齐小姐真不愧是年轻有为 承熙这么一个烂摊子 都能让你起死回生 让我们这些长辈不得不佩服各位书白 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我还有许多的不足 今后还要向各位多多请教 还请不要嫌弃我 这个小辈的愚钝 我礼貌客套地将他们送上车 直至车行驶出我的视线 才松一口气 对付这些老油条 还真是不容易 拖着精气力尽的身体转身离开 突然 一道强烈的车灯直射着我 我用手挡住射来的光线 半眯着眼 想看清车里的人 只见车突然加速 朝我冲来 在场所有的人 被这忽如其来的变故意识反应不过来 齐总小心 眼看车马上要撞上我 刹那间一道强力将我推开 我被摔倒旁边的地上 头磕在地面 传来剧痛 视线慢慢模糊在昏去 最后一刻 我好像看清了车里人 周小小再次醒来 看到的便是洁白的病房伤 却坐在我的病床旁 担忧地看着我 怎么样 有哪里不舒服 我只觉得头隐隐作痛 伸手想去触碰 伤却按住了我的手 不要碰伤口 医生说 因为头被磕到了地上 有擦伤和轻微的脑震荡 需要在住院观察两天 听到周小小开车撞了你的消息 我真是惊出一身冷汗 万幸还好你没事 伤却告诉我是周贝贝特意在公司楼下监视 我想成绩报复 但是没想到在千军一发之刻 有人将我推开 就吓了我 他也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警方捉拿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我拉住他的手 急切地问他 是谁救了我 他怎么样了 伤却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半赏才道 你还是自己去看他就知道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 心情复杂 躊躇不定 房内传来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您先躺着好好休息 您女儿没事 不行 麻烦医生帮忙把推轮椅过来 我得去看看 您这人 怎么不听劝告呢 都说了他没事 倒是您自己现在多出骨折 根本不宜行动 医生急切地劝告声传来 我扭动门推门进去吧 我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在周贝贝开车撞向我 一瞬间是我爸救了我 我和医生重新将他扶上病床 背后靠着个枕头 让他半躺着 医生观察完病情 交代了几句后 便出去了 我坐在他病床旁边的椅子上 一时间俩人都相对无言 你没事吧 半晌 我爸打破了平静 没事 只见他瞬间双眼通红 眼眶寒泪 没事没事 没事就好 我克制住心中的酸涩 语气尽量用平静 谢谢 谢什么 你是我女儿 就你是我应该的 说完 病房又陷入沉默 尽管他是我爸 但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 早就物是人非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星云骑士这段时间我反思了很多 我抬头看着他 不明所以 这些年我做了太多不可饶恕的事情 辜负了你妈的感情和你爷爷多年的信任栽培 我看着年过半百的男人 眼角早已爬上皱纹 他摸着被子 没有了以往对我的严厉呵斥 我是个孤儿 从小到大吃尽了苦头 受人白眼 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其家的企业 遇见了你妈 你妈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 我很有幸运 得到你妈的青睐 你爷爷也不嫌弃我贫苦出身 直扶持着我 后来我你妈结婚了 婚后不久 你妈就怀上了你 那时我时常感谢上仓 尽管我历经磨难 但是让我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所以为了这个家庭 我更加努力奋斗 提到这 他顿了顿 在一场商业饭桌上 我遇见了赵素琴 那次我喝多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 我和他躺在同一张床上 他不说话 一直在哭 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感觉背叛了你妈 但我前一天喝得实在太多了 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给了赵素琴一大笔钱 让他远走高飞 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视野 本以为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随着其家的企业越来越壮大 我在商场上也混得如鱼得水 逐渐失去了本心 我开始愤恨不公 凭什么别人一出生就是含着金汤匙 我却要饱受苦难 我开始沉迷金钱 权力 对你妈也失去了往日温情 几年后 赵素琴突然出现身边 带着年幼的孩子 说是我的 我不知道赵素琴用了什么手段 篡改了报告 和周晓晓的亲子鉴定报告上显示 我和她是妇女关系 我鬼使神差地将她母女俩留下 说到这 她早已泪流满面 后来 你也知道了 权力和金钱的欲望 是我迷失了自己 她抬头望着我 满是愧疚和懊悔 气不成声 星云 爸 真的对不起你 这几年你受委屈了 我低头不语 此时内心复杂 曾经在我最脆弱时 我的父亲却给了我致命一击 她的背叛和所作所为 很难让我释怀原谅她 可她又在关键时刻 救了我一命 我说这么多也不是求你原谅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爸 只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的就好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以后尽量不会出现在你的视野 我起身想逃离 不想再面对它 您好好休息 我累了 先回病房了 星云她叫住我 握住门爸的手微微抖 对不起 我闭上眼 平复内心的酸楚 开门出去 回到病房上 却见我心情低落 她没问我在病房和我爸谈论了什么 想着法子哄我开心 最后 我终于被她逗笑 宽大的手包裹着我的手 安慰到 终于笑了 青云人一辈子总要向前看 背负太多的仇恨 对自己也是一种负担 不管以后你怎么和你爸相处 但是我希望你能开心点 掌心传来的温热终于让我在这个冬天有了温暖 谢谢商却眉眼温柔 你是我女朋友 不必这么客气 继而正经微作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愣住 她一本正经地问道 当初说好的 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话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见家长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葛伟是一个外卖小哥 可今天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天 因为他把人家的豪车给撞了 车主让他赔二十万 可是当他掏出身份证的时候 车主瞬间就猛了 故事从这开始讲起 这两份都是华岩小区的 你赶紧给人家送去给我 记住了 今天要是再把人家的汤撒了 我就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给扣完 饭店老板娘 这会儿正将一份份打包好的外卖 放进葛伟的外卖箱子里面 并且不时用手指戳着葛伟的脑袋 是是是 这次我一定小心 葛伟应着生小鸡灼米似的点了点头 从店里出来之后 葛伟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最近这就伤复发 好像是更加严重了一些 他要是再被扣了工资 那这个月的药肯定是没有办法买的了 葛伟这还没来及地感慨人生呢 那边电话就又开始催了起来 我说 你这刚下订单不到十分钟 你不停 有什么好催的 葛伟上一秒对外 下一秒赶忙道歉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姐 你看我这也是 一是最快和你嘟囔一下吗 你千万别举报我 千万别 我这就马不停蹄地给你送过来 说完 葛伟跨上自己电瓶车 卯足了马力朝着华岩小区前进 一路上 葛伟过不过马路 从来都不是取决于红灯和绿灯 完全是看有没有人拦路 只要没有车 那一脚油门就是冲过去的 这种虽然是危险驾驶 但是架不住它速度快 要不是被生活所逼 谁又愿意有事没事 那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砰 然而 这种送外卖的方式般情况下 只能中午送 因为早晚要出事 这不 今天葛伟抢了一个黄灯 刚过去就撞上了一辆直行的劳斯莱斯 葛伟一看这车标 心里咯噔下 根本就顾不上自己受眉受伤 赶紧起来给人家道歉 道歉要是有用的话 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我也不跟你在这里胡说 两万块钱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两万 你们这是抢钱的吧?葛伟下意识地嘀咕道 他认得劳斯莱斯的车标 也大概估摸得出自己刚才给人家造成的损伤值多少钱 老实说 人家确实没有跟他多要 可是关键就是这两万块钱 葛伟那现在也是拿不出来的 劳斯莱斯的司机有些不耐烦地看着葛伟 平时最烦的就是还你们这些不守交通规则的人 特别是你们这些送外卖 一个个都赶着去投胎 真是社会的蛀虫 豪车司机的话 让葛伟一下子心里五味杂陈的 他强忍了几秒之后觉得越想越觉得生气 便深吸了一口气 还嘴道 你说这话 我可以 就不爱听了 今天是我撞了你 没错 红灯也是我闯的 但是谁也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才会拿命在这里开玩笑 我们怎么就成了社会的蛀虫了 你不过也就是一个司机而已 凭什么这么说我 葛伟正的脸红脖子粗 自己每天要被那些无理取闹的顾客给压榨嫌弃着 怎么现在连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也能随便地这么诋毁自己 而豪车司机显然也不是什么善茬 被葛伟下了面子 反手做事就要挥拳头 却没有想到 葛伟的反应相当的敏捷 反手先把那个豪车司机给干趴下了 然而 当他准备挥第二下的拳头的时候 突然被人从背后给一把压制住了 压制他的人是豪车后座的大老板 你什么人?放开我 当街对他人动粗是违法行为 证件拿出来 葛伟身后那人语气冰冷地说道 葛伟气不过 但是他明显地能感觉到背后人对自己的力量压制 他清楚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背后那个人的 于是只好不愤地将口袋里的身份证拍在引擎盖上 那个大老板拿起身份证象征性地扫了一眼之后 交给了旁边的人 突然他像是想起什么 将身份证拿过来 仔细看了一眼 突然大老板浑身颤抖 在葛伟面前跪了下来 你这是言哪出? 葛伟后退了小半步 看着自己面前跪着的这个穿着昂贵西装的男人 你不记得我了吗? 是我 苍穹那人迫切地解释着 甚至还将自己的手表取下来 举到阁墙面前 见葛伟似乎依旧是一脸猛逼的样子 那个人继续解释道 六年前尔海的那次任务 是你帮我挡的子弹 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尔海葛伟稍微回忆了一下 猛然记起了全部 六年前 自己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帮另外一队的战友挡了子弹 任务结束之后 自己虽然被授予了个人三等功 但是因为上得比较严重 最终选择了退伍 退伍之后 因为家里的原因 葛伟的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里 而这两年 自己的腰上复发 花销开始变得比较大 原来安排的那份工作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才没有办法去给人送外卖 两人老战友再见面 正在一起一苦思甜的时候 突然葛伟又接到顾客的电话 这电话刚接通 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葛伟正为难的时候 苍穹接过电话 跟对方说他的外卖撒了 自己让人重新弄一份 这就给他送过去 剩下的事情交给助理解决 之后 苍穹带着隔维两个人去了这附近的一家酒楼吃饭 像当年你可是我们之中枪法最好的 如果当初不是我自己暴露了行踪 你就不会苍穹欲言又止 心里满是愧疚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什么话 如果当初不是你好好的活下来 我们现在岂不是少了一位这么厉害的大老板 苍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给葛伟倒了一杯酒 这杯我敬你 从今天开始 老哥 你以后的所有花销 全部都我来出 不准拒绝 葛伟和苍穹两人 那天喝到很晚 两人当年在战队里的面滴点点滴滴讲了一整晚 大家都在感慨 曾经以为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后 却没有想到退役之后 该结婚的结婚 该生孩子的生孩子 所有人的联系开始越来越少 渐渐地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面 能再遇到一个老战友 太难得了 苍穹说什么也要承担隔维往后的所有生活开销 但是被葛伟拒绝了 他说自己有手有脚 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苍穹说 这不是同情 自己退役之后 搞了一个安保公司 一直缺一个总教官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 就属葛伟最会训人 这不正好让葛伟过去做一个总教头 在苍穹的软磨硬泡 小葛伟最后答应了下来 夜里两人都已经喝得醉熏熏的 便躺在包间的沙发里面 又开始追忆过往 也不知道最后水打开了一个话匣子 说起了最喜欢的姑娘葛伟 便问了一嘴自己曾经动心高驼的那个丫头 如今怎么痒了 然而这个答案 苍穹沉默了很久 最后才看着葛伟的眼睛 淡淡地说道 前年他出任务的时候 没了和这个答案 让葛伟猛然愣住 片刻之后 葛伟苦涩地笑了笑 端起一杯酒喊道 继续今晚不醉不归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梦见陌生号码 不要联系梦见的陌生号码 要主动添加吗 千万不要 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室友郑倩飞说她昨晚梦见一个电话号码 梦醒以后记得清清楚楚 你们说我要不要主动添加一下对方的微信 人安然加这种事还是头一回遇见 必须加上 看看我家吧 指不定是什么特殊的缘分 陌生号码最好不要添加 是有霍晴被我们的说话声吵醒 语气比平时还要冷 带着惯有的渗人语调 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霍晴是我们寝室最不受欢迎的角色 他一开口说话 刚才还热火朝天的气氛 一下冷场没有人接话 郑倩飞甚至还偷偷朝她翻了个白眼 立刻给陌生号码发去好友申请 下午没客 霍晴不在寝室 郑倩飞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而起 她通过我的好友申请了 我看看人安然跑过去凑热闹 嘴里嚷嚷着提议 先看看她的朋友圈有没有照片 我操 是个大帅哥 郑建照都这么帅 本人的颜值可想而知 郑倩飞 你捡到宝了 一听是帅哥 我也来了精神 扒拉着床檐 问他俩有多帅 发给我看看 郑倩飞将照片发到寝室四人群里 照片里的男人是真帅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眉毛是眉毛 明明是海马体 照片却叫人眼前一亮 根本挪不开视线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 叮咚 有群消息谈出 霍晴 你把遗照发群里做什么 这条消息令包括我在内 寝室里的三个人集体实话遗照 说谁 郑倩飞最先反应过来 火冒三丈 霹里啪啦打字 霍晴 你什么意思 什么遗照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霍晴 实话而已 本来就是遗照 照片里的这个男人命宫晦暗无光级 恶宫饱满发青 生机散尽 活脱脱是个死人 不是他有病吧 郑倩飞气地扔了手机在寝室破口大骂 人安然连忙安慰他 直指自己的脑袋是一道 算了 别管他脑子有问题 我也觉得霍晴有点过分了 这么帅的男孩子怎么能咒别人死呢 郑倩飞不想在群里跟霍晴思 他撤回照片 改发到寝室三人群 没有霍晴里 怒气冲冲打字 跟霍晴一个寝室 真会气人 安然回复 算了 忍忍 反正他也经常不在寝室 眼不见为净 郑倩飞委屈死了 点句PG郑倩飞小狗大哭点GPG跟霍晴的争执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我们谁都没有将一兆这种不着调的话放在心上 郑倩飞这段时间和梦中帅哥聊得起劲 已经用男朋友来称呼对方 跟对面谈起网恋 他们每天都聊到很晚 早上郑倩飞哈欠连天地起床洗漱 霍晴盯着他 冷不丁冒出一句 你不会真的再跟死人谈恋爱吧 郑倩飞的哈欠打到一半 一开始听到这话 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待见霍晴理直气壮地盯着他时 怒火直窜头顶 霍晴 我真的忍你很久了 本来看在同事室友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撕破脸 可我实在忍不了了 你每天阴沉像个鬼一样 做一句遗照 又一句死人 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选择闭嘴 故意说这种恶意重伤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看我好欺负是吗 郑倩飞张牙舞爪 霍晴波澜不惊 你眼白藏垢 火星摇摆 印堂发青 足底缠黑 很明显被脏东西缠上了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再继续跟死人谈恋爱 否则一旦被拉入死人的世界 想回都回不来 郑倩飞被他煞有介事的一席话 说得几乎偶血 你神经病就该待在精神病院 不要跑到学校里来发疯 我没病 霍晴眼神犀利 至地有声地问 你男朋友要是没问题 为什么只跟你发微信 从不跟你打语音和视频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郑倩飞的男朋友 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和视频 只发微信 他常常抱怨这件事 不过我敢肯定他 每回抱怨都挑霍晴不在寝室的时候 霍晴不可能听得到 加上霍晴人缘不好 他总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常年头发盖脸 只露出一只眼睛 眼珠子黑得吓人 每次盯着人看时 像被深渊凝视 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都不太愿意接近他 自然更不会跟他闲聊 所以 按理说霍晴不应该知道 郑倩飞和他男朋友的相处习惯才对 郑倩飞一时也愣住了 仁安然见好友被问得哑口无言 帮忙解围 说飞飞的男朋友解释过 说他家里太暗太小 不方便打视频和语音 霍晴一声冷痴 他道 没有说谎 你们也不想想 什么样的家财又暗又小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语气太过轻蔑的缘故 他一问 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 竟是棺材 只有棺材才又暗又小 我心里咯噔一下 顿觉头皮发麻 房子再小 总能打语音吧 他不敢打语音 是因为舌头僵硬重抬不起来 说不清楚 人话一说 就会被听出来 霍晴的一席话 掀起惊涛骇浪 偏偏他灰灰衣袖 云淡风轻地走了 郑倩飞被他气得在寝室大哭 我倒了八辈子霉才跟霍晴这种人分到一个寝室 他就是见不得人好 自己交不到朋友 也没男人喜欢 所以才来隔音 我又是人 安然义愤填膺 这种红眼病很多 心里扭曲 装神弄鬼 他俩同仇敌忾 一起骂霍晴 我听了半天 弱弱举手发言 可是你们不觉得 他说的也有道理吗 飞飞的男朋友 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 徐毅 你什么意思 郑倩飞猛一下抬头 红着眼睛瞪我 仿佛遭受天大的委屈 你难道也跟霍晴那个滇子一样 说我男朋友是鬼是死人 不不不 我连忙摇头否认 这怎么可能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霍晴不是说你男朋友 不敢跟你语音吗 那你们就语音一次呗 证明给他看 让他无话可说 仁安然一拍脑门 这倒是个好办法 你们语音的时候 录个音 到时候发到群里 让霍晴好好听一听 狠狠打他的脸 郑倩飞眼睛一亮 转 卑微喜 好 我一会儿就跟吴染君说 吴染君就是郑倩飞的男朋友 还在上课 寝室三人群没有获情里谈出一条消息 郑倩飞男朋友同意跟我语音了 截图是一段聊天记录 珠宝在飞 郑倩飞 臭宝 我要跟你语音 臭宝 无染君 可是宝宝 我不方便讲话 珠宝在飞 为什么 我不管 你要是不跟我语音 我们就分手 臭宝 惊恐点 GPG 臭宝不要分手 求求宝宝 珠宝在飞 就因为你不跟我语音 我室友说我在跟死人谈恋爱 我受不了这个委屈 我要证明给他看 臭宝 目瞪口呆点句PG 臭宝 你室友也太扯了 臭宝 我不跟你语音 是因为我有点大舌头 怕你嫌弃我说话不好听 珠宝在飞 不怕 我最爱臭宝了 想听你的声音 臭宝 那好吧 等宝宝有空 我们就语音聊天 郑倩飞连午饭都没吃 迫不及待拉着我和人 安然回了寝室 她要我俩做见证 她和她男朋友第一次语音聊天 语音接通 对面叫了声宝宝 郑倩飞的脸一下就红了 扭扭捏捏问 对面 你 你吃饭了吗 对面回没人 安然躲在旁边 一脸一目笑 不停给郑倩飞挤眼睛 郑倩飞一边拿手推丧她 一边努力找话题 跟吴冉军聊天 吴冉军的声音说不上难听 就是很怪异 该怎么形容这种怪异和大舌头不同 身患大舌头病的人说话磕磕绊绊 给人的感觉是发音不灵活 舌头不听使唤 而吴冉军说话一字一顿 不像舌头不听使唤 更像是舌头太重抬不起来 以至于说话吃力 只能一个字两个字地往外抱 这种情况跟霍情的形容简直如出一辙 我默默听着心惊肉跳 额头冒出一层冷汗 郑倩飞沉浸在和男朋友第一次打语音的惊喜机动里 对吴冉军表现出的怪异丝毫不以为意 仁安然侧着耳朵 性慰盎然地听着他俩讲话 眼睛闪亮 显得比郑倩飞还激动 挂了电话 郑倩飞心满意足 嘴巴咧到耳朵 跟我男朋友是有一点大舌头 怪不得他之前不跟我语音 笑死 就因为这个他居然被说成是死人 我简直扶了霍晴的脑洞人安然道 把录音发给他 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行 郑倩飞立马发了录音 在寝室四人群里还手动艾特霍晴 四人开口说话了 有脸来听吗 消息发出去 他俩握着手机 迫不及待想看霍晴的反应 不一会儿 霍晴回了八个字 你们自己点开听听 我胡疑点开录音 从里面钻出来的声音令我们三人脸色大变 录音里只有郑倩飞在说话 同他对话的哪里是人声 那是一串奇怪的低音 听上去像怪兽喉咙里的咕噜 滴滴的嗓音尖力中带着点撕裂的扭曲 那是人永远也发不出来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是不是霍晴搞了什么鬼 郑倩飞说话的声音在颤抖 他用祈求我们说点什么的表情 眼巴巴望着我们 人安然早下傻了 脖子上的鸡皮疙瘩一直窜到手臂 我咽了咽喉咙 真诚发问 你们真不觉得吴染君说话奇怪吗 郑倩飞和人安然闻言 同时一致开始仔细回忆 越想脸色越难看 我硬着头皮劝郑倩飞 要不然还是听霍晴的 别再跟吴染君联系了 他确实有点怪 别别 真招惹到什么脏东西 郑倩飞泪眼朦胧 圆圆的脸 大大的眼睛 哭起来梨花带雨 特别惹人恋爱 他自然不想承认热恋中的男朋友是死人这一类的说辞 可是录音循环播放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郑倩飞犹豫后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手机关机丢进抽屉里 他单方面切断了和吴染君的联系 当天晚上我噩梦缠身 梦里一个男人的影子追着我 逼问我郑倩飞为什么不回他信息 他一口尖牙 嘴巴张成深渊俱口 像是要把头给我咬掉 不停地说让郑倩飞开机室吗 仁安然声音颤抖 我也梦见了 我们从对方眼中看到如出一辙的惊恐 一起扭头 看向郑倩飞 他脸色惨白 神色恐慌 我心里咯噔一下 该不会他也做了同样的梦吧 果不其然 郑倩飞带着哭腔道 我 我也梦见他说 今晚来找我 这句话在我梦里也说过 梁懿兜头临下 激起一身寒毛 这也太荒谬了 我们三个竟然做了同一个梦 咔嚓 卫生间的门打开 霍晴神清气爽从里面走出来 应是刚洗漱完 此时看见他 我竟有种见到救星的感觉 忙不迭询问霍晴 这件事好奇怪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霍晴道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无数次 不要作死 你们自己不听 现在鬼东西找上门来 你们终于知道怕了 这话说得不留情面 郑倩飞顿时脸色一垮 撇了撇嘴 吴染君真是死人吗? 我厚着脸皮问他不会真来 咱们寝室吧 霍晴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们? 霍晴凉嗖嗖道 现在想起我来了 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 怎么不想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 要我帮忙 也可以给我道歉 我没背后说过你坏话 我委屈巴巴 霍晴的目光淡淡扫过人安然和郑倩飞 再也忍受不了霍晴的态度 赌气把床板拍得框框响 谁稀罕你帮忙 说不定就是你在搞鬼 你最能装神弄鬼 霍晴文言冷笑着扔下一句 真当我是什么烂好人 不道歉还想我帮忙 然后他摔门而去 如今想来 霍晴的那句话真没说错 梦见的陌生号码千万不要联系 谁知道对面到底是人是鬼 一整天我心里毛毛的那个东西 吴染君今晚不会真找来我们寝室吧 人安然不自觉压低嗓音 像是怕谁听到 听得出来他心里也发毛 事到如今 郑倩飞的男朋友使人是鬼真的分不清了 那条录音我们谁都不敢再点开听 越听越恐惧 还有昨晚做的梦 简直细思极恐 我和人安然犹如惊弓之鸟 从阳台吹过的风都能吓我俩一跳 难得的是 下午霍晴居然回到寝室 递给我们一人一张符 拿着它轻描淡写 我接过符纸翻看 是常见的黄符 用朱砂一类的颜料画有符纹 因为折成三角形的原因 看不清符纹到底长什么样 当然即便看得清也看不懂 我问这符有什么用 霍晴道驱鬼辟邪保平安 谁懂啊 家人们 甭管这符有没有用 此刻它给予我的巨大心理安慰 堪比绝望之际看见一线生机 我如获至宝 把符紧紧捏在手心里 感激涕零 谢谢你霍晴 我就知道 你嘴硬心软 不会不管我们 霍晴美好气地翻白眼 你这话相当于是在骂我烂好人 我头一次觉得霍晴这人挺好的 没有看上去那么难相处 霍晴总共准备了三张符 我一个人安然一个 还有一个是给郑倩飞的 然而郑倩飞一直没回寝室 眼看天要黑了 我和任安然急得团团转 她该不会出事了吧 飞飞 你在哪里 怎么还不回寝室 你还好吧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们不断打电话 发微信 谈视频 急得快报警了 晚上八点郑倩飞才在群里回 我今晚不回寝室 任安然 你不回寝室住哪 郑倩飞酒店人 安然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睛 随后抓着手机跳起来 发疯般尖叫 无染君是他招惹的 他有钱去住酒店 拍拍屁股走人 把我们扔寝室 万一那个脏东西今晚真来找他 他倒是跑了 我们怎么办 我也没想到 郑倩飞处理事情的态度 居然是独自逃生 丝毫不考虑其他人 就挺意外的 任安然气不过在群里怒骂郑倩飞 你这人真自私 郑倩飞装死一条消息都不回 任安然失望至极 我真的看错他了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霍晴斜靠在床梯上 转着手机碗 笑容陡然变得诡异 他发消息道 郑倩飞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东西要找的人是你 不是我们 他可能不来寝室 而是去酒店 消息一发出去 郑倩飞秒回 你什么意思 霍晴 你在哪个酒店 消息时辰大海 无人回答 霍晴收起手机 虚出一口气 贪手道 是他自己作死 我眼皮抽抽的厉害 心生不详 预感郑倩飞不会真出事吧 说不准 霍晴看了看窗外的夜色 眼神凉如秋水 好消息是 至少今晚 你们可以安心睡觉 不必担心有脏东西找上门来 我和人安然面面相去 我们都听明白了霍晴的话 吴染君不会来寝室 他会去酒店去找郑倩飞 我和人安然商量好了 要是郑倩飞明天还不回来 我们就去报警 把发生的事一五一时告诉警察 虽说事情有点扯 可救人要紧 总不能不管郑倩飞吧 他那个男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 录音是怎么回事 郑倩飞是否安全 警察自会弄清楚 隔天我和人安然一下课 就赶回寝室 门打开 你们回来了 出人意料的 郑倩飞站在我们面前 热情洋溢地跟我们打招呼 他神采奕奕 荣光焕发 安然无恙 我和人安然当场愣住 老实说 这场景和我们预想中相差甚远 看见我俩发愣 郑倩飞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你们该不会真以为我男朋友是鬼吧 哈哈哈哈 你俩好傻缺 一听这话 我和人安然都有点尴尬 人安然硬着头皮问 飞飞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什么一直不回信息 我们以为你出事了 都很担心你 抱歉 郑倩飞扭着身子撒娇 昨天我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方便回信息 男朋友五无染军人安然双目圆征 惊讶极了 你俩面激了 他 他不是鬼 扑 我看你们真是中了祸情的毒 他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我们一整晚待在一起 你看我被鬼吃了吗 没有 他活蹦乱跳 好的很 我和人安然更尴尬了 既然如此 录音是怎么回事 我们做的那个梦又是怎么回事 我问 郑倩飞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谁知道呢 他神秘一笑 拿出两个锦盒 一个递给我 另一个递给人 安然 No 我男朋友给你俩准备的见面里这么好 人安然大喜过望 率先接过锦盒 打开 里面金光闪闪 竟是一个金手镯 普通圆环款式 镶嵌几颗灰白色的小石头 精致可爱 对于我们这种穷学生来说 金手镯是昂贵的 见面里人安然 欢欢喜喜戴在手上来回欣赏 很是喜欢 徐义 你也戴上试试 郑倩飞拿起手镯往我手上套 顺道叮嘱我们说 就准备了两份 别告诉霍晴他没有礼物 太贵重 我不敢收 把手往回缩 可不知怎么回事 手镯一碰到 我就跟抹了油似的 一路滑到手腕 大小合适 仿佛量身定做 好看吧 郑倩飞得意洋洋 好看 仁安然满口夸赞 秦氏里欢声笑语 霍晴开门进来 欢声笑语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冷场 令我很不自在 我主动招呼霍晴道 你回来了 霍晴并不理会我 他的目光落在郑倩飞身上 嫌弱地捂住鼻子 好臭 郑倩飞力声回敬他道 神棍 稍后 寝室三人群没有郑倩飞里谈出一条消息 霍晴奉劝你们尽快从这个寝室搬走 离郑倩飞远一点 当天 霍晴便收拾东西 准备搬寝 对于霍晴的离开 郑倩飞毫不掩饰他的开心 仍安然没表现出高兴或不高兴 而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莫名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想法 霍晴这么果断从寝室搬走 难道郑倩飞真的有问题 这个想法 在面对生动鲜活的郑倩飞时 又显得那么荒谬 霍晴的行李不多 我执意送他 帮他提了一包东西 路上 霍晴忽然问我 你手上带的什么东西 我这才发现 因为提东西的缘故 金手镯露了出来 我顿觉尴尬 不好意思说明镯子的来历 然而霍晴只盯着手镯看了一眼 便一语道破 正欠非给的 我嗡嗡点头 只想赶紧把这话题敷衍过去 霍晴双眉紧锁 盯着我问徐毅 你仔细看过镶嵌在镯子上的这几颗东西了吗 他问起 我才仔细一看 金灿灿的手镯上有三颗灰白色的小石头 不是那种打磨光滑的小石头 而是外表有细微磨砂感的小石头 霍晴冷不叮道 不是石头 是人骨头 人的脚跟骨 我悍然一惊 戴上这玩意儿 你般寝室也没用 逃不掉了 什么意思 什么逃不掉了 我胆都要吓破了 霍晴似乎懒得解释 语气严肃 宛如警告 徐义 郑倩妃身上的尸臭味很浓郁 虽然暂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如果我是你 肯定不会再傻地跟她待在同一屋檐下 不过你没得选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个金手镯人安然也有一个吧 我脸上的神情一定很慌乱 霍晴了然道 郑倩妃这么着急给你俩带镯子 必然是有急事要做 今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五点间 徐义 你千万记住背对床梯 面向强睡 把我给你的福榜在背上 无论谁来找你 无论他跟你说什么 不要回头 不要回答 这话太悬 直接给我听傻了 见我呆愣着没有反应 霍晴威一挑眉 语气不快 你不信我 我支支吾吾 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深然一笑 不信就算了 我严禁于此 该如何选择 你自己决定 霍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郑倩妃身上的尸臭味我怎么一点闻不到 难不成我真要傻不愣登地在背上绑个符 光想一想就觉得好羞耻 好丢人 我拿不定主意 只好找人安然商量 顺道把霍晴的警告尽数转告他人 安然听后哈哈大笑 曲艺 霍晴脑子有问题 你被他耍了 什么是臭味 他真能下拜 我刚刚才跟霍晴一起去吃了火锅 就算有味道 也是香喷喷的牛油火锅味 人安然的话一度让我为自己的无端猜疑而感到羞耻 可是随着夜晚来临 我还是偷偷将霍晴给的腐绑在了背上 还拿502胶水沾了又沾 不敢叫人安然和郑倩妃看见 生怕遭到嘲笑 我心想管他 反正绑在睡衣里面 别人也看不见 万一有用呢 临睡觉时 我背对床梯 面向墙壁 心想管他 反正都是睡觉 朝着墙也是睡 背着墙也是睡 不如朝墙睡 万一有用呢 总之我很耸得 全照霍晴所说的做了 说来也怪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 一过午夜十二点 寝室的气温仿佛瞬间低了好几度 我裹紧被子 脑门处的神经一跳一跳的 我格外心神不宁 徐毅 你睡着了吗 身后忽然传来郑倩妃的声音 我吓一跳 条件反射响回头 电光石火尖 我猛然惊觉 这么晚了 郑倩妃来找我做什么 我抑制住回头的冲动 不敢出声 假装熟睡 身后 嬉嬉酥酥郑倩妃 踩着床梯爬到我床上 在我背后躺下 徐毅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着 人安然都跟我说了 霍晴让你在背上绑符 不要转身 不要回答 你还真信她的话 我装睡 见我还装 郑倩妃有点生气 徐毅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很好笑 有件事 我本来不想说 仔细想了想 还是告诉你吧 你记不记得刚开学的时候 咱们全校新生 都去电脑室 做过一次心理测试 出来的结果愿意不让说 得向学生保密 我当时竞选学生会 刚好帮心理系的老师整理资料 无意间看到了霍晴的测试报告 上面写得很清楚 霍晴被确诊为精神病前兆 我男朋友吴冉军是活生生的人 根本不是什么鬼 真的很荒谬 这些都是霍晴一想出来的 偏偏就你相信 郑倩妃掏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霍晴的测试报告 我偷拍下来了 你不信的话自己看 我敏锐地注意到一件事 郑倩妃爬到我床上 说了很多 做了很多 唯独只有一件事 她一点没做 她没碰我 连我的衣角都没碰一下 不该这样 以郑倩妃的性格 我若一直装睡不搭理她 她会直接上手 把我翻过去 面向她才对 可她没有这么做 她不碰我 就好像不敢碰我 后背出了一层冷汗 刚刚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差点就回头了 郑倩妃又说了许多话 我统统充耳不闻 她终于说累了 气急败坏 丢下一句 好吧 徐毅 你竟然相信一个神经病 也不相信我 算我白费口舌 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有多愚蠢 郑倩妃放弃了 她 爬下我的床 气呼呼离去 我长舒一口气 看看时间 凌晨三点 距离五点 还有两个小时 我不敢睡 怕不小心翻身 前功尽弃 半边肩膀躺得又抹又酸 我眼皮子打架 昏昏欲睡 徐毅 你猜我刚刚看见了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 鸡皮疙瘩顺着脖子往头顶爬 恐惧感狠狠攫取了我全部的神经 我没想到 人安然会来 她跟郑倩妃一样 爬上我的床 在我背后躺下 徐毅 你不用连我也防吧 我跟你说 我刚刚看见郑倩妃的床上有个男人 我怀疑她把吴染君带回寝室了 我没敢惊动他们 你说怎么办呢 我们要不要跟辅导员举报徐毅 你说话别跟我装 我知道你醒着 我告诉过人安然 霍晴觉得郑倩妃不对劲 我告诉过她 霍晴要我们朝墙睡 我什么都跟人安然讲了 唯独只有一件事 我没告诉她 我在墙上贴着一面镜子 方便不用回头 也能看向身后 故而此时此刻 我清楚地看见人安然嘴里说着活泼的话 可她的皮肤是吓人的 青灰色 眼镜死气沉沉 嘴巴一张一合 跟随她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 身影虚虚实实踩着床梯埋头 一瞬不瞬盯着我 仿佛只等我开口说话 就张开血盆大口扑过来 我盯着镜子 眼睛一眨不敢眨 人安然如油魂一般 躺在我身后 嘴巴一张一合 呆滞得往外蹦跨 她似乎没有意识 突然 镜子里逼近一张腐烂的人脸 我险些惊叫出声 死死捂住嘴巴 脑子里很长时间 只剩一片空白 冷汗湿透睡群 我吓得魂飞魄散 一定是那男人搞的鬼 他故意吓我 想让我发出声音来 我一阵后怕 赶紧闭眼 不敢再睁开 眼睛一闭 恐惧无限放大 我如盲人一般置身于无穷无尽的黑暗 危机感从四面八方袭来 我紧紧裹住被子 才不至于哆嗦的厉害 时间一点一滴如蜡烛滴油 我一分一秒度日如年 眼睛看不见 听力变得敏锐 我听见人安然离开的脚步声 他似乎爬回自己的床上 重新躺下睡觉 时针终于从四点指向五点 天蒙蒙亮 我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就是给霍晴发短信 我想见你 急霍晴开门 我在寝室门口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跑去开门 打开 霍晴站在门外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说守了一晚上 总算叫我搞明白了 我说我也搞明白了 霍晴 你是对的 真的有鬼 霍晴提着包 大步走进寝室 转身关上门 他拉开包包拉链 从里面掏出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铁棍 将铁棍拿在手里颠了颠 我惊问 你要干什么 霍晴让我靠边站 他抡起铁棍帮帮敲床 胃兜起来 活向社会大解大 我心里发慌 不敢想象会看见怎样的郑芊飞和人 安然只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待会儿看见的一切不要太离谱 我绷着头皮 悬着一颗心 最先有反应的使人安然 他骂骂咧咧拉开床脸 大清早的 你叫魂纳 声音和往常一样 中气十足 我从霍晴身后伸出脖子 看见任安然的第一眼 不由地大吃一惊 仅仅一夜之间 任安然骑马老了二十岁 皮肤辣黄 苹果鸡塌陷 双目无神 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偏偏他自己一无所觉 霍晴什么都没说 递给他一面镜子 任安然莫名其妙接过镜子 往里头瞄了一眼 这是谁 他大惊失色 不可置信地丢掉镜子 滑下床去寝室 全身镜前一照 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 任安然崩溃了 他好像完全不记得 昨晚发生过的事 一味惊讶于自己身上苍老的变化 猝不及房间 霍晴伸手掀开他的睡衣 在任安然的肚脐处 赫然有一圈浅红色的齿印 犹如轮胎一般 将肚脐圈成一个圆 烙印在皮肤上 鲜红醒目 任安然傻愣愣盯着自己的肚子 这是什么东西 我身上怎么会长这个东西 霍晴道 这是任桂英瞬息精气留下的痕迹 说着话 他的目光慢悠悠转向郑茜飞的床铺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 郑茜飞遇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昨晚 我才终于弄明白 他遇见的是人鬼 假借托梦 跟他缔结缘分 然后一步步将他诱入陷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早在酒店那一夜 人鬼就将人鬼应中在了郑茜飞的肚子里 人鬼和一般的鬼不一样 他们既拥有鬼的特点 又保有人的习性 有一些修炼道家的甚至可以伪装成人 生活在人类世界 故而 人鬼应也和一般的鬼应不同 一般的鬼应若想诞生 只需吸食阴气即可 但人鬼应除了吸食阴气 还得吸食活人的精气 让阴气和精气始终保持平衡 才能健康生长 一只人鬼应的诞生 至少需要三条人命 想来他爹是想将这个寝室变成狮房 用以孵化人鬼应 你们三个就是他挑选的猎物 不对 不光你们三个 一开始他的计划里应该还有我说的 对吧 郑茜飞 透过床帘能看见郑茜飞的影子 他的肚子骨胀如山 里头的东西动来动去 肚皮也跟着拱来拱去 像要称暴一般 霍晴细血地瞄了眼人安然 看来他昨晚吃得很饱 精力十足 人安然打了个寒颤 人鬼应昨晚吸食的 分明就是他呀 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人 安然的心太烈了 霍晴不再废话 粗暴地扯开郑茜飞的床脸 床帘后头 郑茜飞踢头散发坐在床上 肚子高高顶起 几乎顶到下巴 圆鼓鼓的 肚子后面 郑茜飞眼神森然 直勾勾盯着霍晴 尽管被盯着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一不自觉头皮发麻 霍晴浑然不觉 他闪电般动手 拽住郑茜飞的衣领 狠狠往下扯 我和人安然倒抽一口凉气 眼睁睁看着郑茜飞从床上栽下来 掉在地上 肚子着地 呜哇呜哇 从他肚子里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婴儿啼哭声 哪有婴儿还没出声 就会在肚子里哭的 我和人安然 本来下意识想去扶郑茜飞 现在我俩双双后退 福人的想法烟消云散 听见婴儿哭 郑茜飞心疼地拿手去摸肚子 柔声哄道 乖宝宝 不哭不哭 那只抚摸肚子的手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顿时血涌如注 郑茜飞疼地争鸣尖叫 霍晴一语道 郑茜飞 你可不像是什么伟大的母亲 那只人鬼骗你了 他是不是说只要你替他诞下孩子 他就放过你 郑茜飞眼中闪过慌乱 显然被猜中了 霍晴一脸你真好骗的表情 实话告诉你 我徐一人安然 我们三个谁都可以被替 换句话说 只要找到三个人 给人鬼因吸足诞生所需的精气 这三个人不拘是谁 是我们三个可以 换成其他三个人也可以 唯独只有你不可能换 因为你是母体 人鬼因诞生的那一刻 会把母体吸成人 干 他生你必死 郑茜飞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说的话 你信不信 你信人鬼 还是信我 郑茜飞的手上流满血 他摊坐地上 仰头望着霍晴 眼神逐渐崩溃 霍晴 救救我 我不想要这鬼胎 我不想死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在背后说你坏话 你救救我 求求你 看在我们同学几年的份上 郑茜飞声泪俱下 霍晴爽快地点头 做了个OK的手势 不管你是否诚心道歉 不过既然你道歉了 这件事我替你管了 言必 他扭头给我和人安然 一人一张符 这回的符没有折成三角形 能清楚地看见上面的符文 只是依然看不懂 符得一头黏黏的 似乎沾着胶水 霍晴指点到天脑门上 一会打起来只怕顾不上你们 我二话不说 立刻贴这么一贴 才察觉根本不是胶水 因为那年年的东西一粘上脑门就粘得死死的 比胶水管用多了呀 身旁传来人安然的惨叫声 他一碰到符纸 就像遭了电击一般 几乎下意识就将符纸甩了出去 这符纸我用不了 一碰就痛 人安然惨叫很正常 霍晴道 你的阴气远大于阳气 算半个活死人是要忍痛贴符 还是把命搭进去 你自己选 话已至 此人安然只好含泪将符纸捡起来 即便痛得面目全非 也毅然将符纸往脑门上贴 霍晴带来的包包里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瓶子 他用它们调了一碗黑绿参半的符水 让郑倩飞喝 这碗水看着比毒药还恐怖 郑倩飞心惊胆战地问 这是干什么的 霍晴言简一该 打鬼胎 此言一出 郑倩飞的肚子凶狠地往上顶 直顶得他嗷嗷惨叫 霍晴眼神一粒 手指如鹰爪一般 抓住郑倩飞肚子里人鬼鹰的脑袋 将水递到郑倩飞的面前 催促道 快喝 郑倩飞一咬牙 接过毒水 欲仰头引进 他 装水的碗四分五裂 浮水洒了郑倩飞一手 郑倩飞的眼神开始颤抖 他恐惧地四下打望 霍晴道 总算来了 他不慌不忙 从包包里揪出一条黑的发光的绳子 三两下将郑倩飞捆在床梯上 将他肚子里的人鬼鹰捆得动弹不得 一点点人安然贴上符纸后痛晕过去 我也想晕过去 可惜做不到 我躲在霍晴身后 犹如鞍唇一般 门锁从外缓缓拧开 走进来一个男人 他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不 甚至比照片还要帅一点 怪不得郑倩飞颠倒愿意给他生孩子 人鬼真的跟人一模一样 连穿衣打扮都很时髦 同学 能不能放过我妻儿 天杀的竟然还是低音炮 霍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一只鬼不去阴间找妻子生孩子 到阳间来蹦打什么 无染君道 为了繁衍 没办法 霍晴说出口的话 如脆了毒的冰 人鬼这种东西就不该存在 你们生他人死 早点断子绝孙是好事 无染君眯起眼睛 周身的空气瞬间变得寒冷 这么说是没得商量了 霍晴冷亨 商量什么 今天你跟你儿子一起死 也不知他俩谁先动的手 等我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厮杀在一处 我躲在桌子下面 恨不得能隐身 偏偏此时手机震动 我拿起来一看 是一条定时微信 霍晴 你去找棺材人 鬼怕晒棺材 楼下有人接应 让他帮忙 棺材大概埋在这里 一条定位信息发来 看着这条信息 我简直欲哭无泪 霍晴不让我躲 他给我安排了任务 老天爷他可真看得起我 我再三犹豫 才得以鼓起毕生勇气 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闷头往寝室外头冲 一路狂飙到楼下 腿在跑 眼泪迎风飘 脑子在后头追 什么时候 跑到楼下的都不知道 直到有人揪住我的衣领子 问霍晴怎么说 我这才看看停下奔跑的脚步啊 拦路者是一位大叔 他焦急道 不是让你来通风报信吗 我这才想起短信里 说有人接应书 你是接应人 大叔愣了一下 估计觉得接应人这个说法有点新鲜 算是吧 他打我把霍晴的信息给他看 大叔看完 果断摸出手机 对 挖掘机直接开到这个位置给我挖 必须把棺材挖出来 别耽搁 尽快 好大的口气 这里是学校 怎么可能会放挖掘机进来 没事 我是校董 这点主还是能做的 大叔收起电话 带我去监工 咱们学校建在坟场上 当初建校的时候 请人来看过 说可能不会太清静 所以 咱们学校每年招生 都会招几个镇校之宝 你们寝室的霍晴 就是其中之一 挖掘机在工作 校董在跟我闲聊 我洋装成大人模样问他 霍晴 干嘛不直接把定时微信发给你 发不出来的大叔解释 就连你之所以能从那栋楼里跑出来 也是因为脑袋上贴了这张符 不然你在里面转一天 也不见得能找到出路 原来如此 幸亏我没耽误事 挖掘机的工作效率杠杠的 没一会儿就挖到了棺材 萧董一声令下 挖掘机开关 门打开的一瞬间 里面躺了个男人 尸体不曾腐烂 就像刚睡着一般 似乎下一刻就能睁眼醒来 然而 阳光直射近棺材 一眨眼的功夫 男人消失不见 只剩一副空棺材 孤零零躺在坑底 人鬼暴施 魂飞魄散 他的孩子 人鬼英逸 未能活下来 郑倩妃虽减回一条命 但身体彻底垮掉 只能休学回家 人安然阴气过剩 青春不在 鬼哭狼嚎 霍晴只好天天给他扎针 助他挽回青春 人安然被扎成刺猬 哭叫连天 霍晴毫不手软 该扎就扎 人安然拉着我的手伤心哭诉 霍晴他压 一定是故意地报复我以前说他坏话 呜呜呜 我不是给他道歉了吗 诚恳道的歉 我也给霍晴道了歉 不是因为背后说他的坏话 我真没说过 我道歉是因为他从未做过伤害我的事 我却因为他的与众不同 而报以其事 是我不对 霍晴很满意我有这份歉意 拍着我的肩膀 你的道歉我收下了 你人不错 以后遇见怪事尽管找我 我帮你 算了 还是别再遇见了吧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奶奶去世 舅爷在我们家喝了三天的酒 葬礼结束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些年除了家门口和村外 她很少去远的地方 逢年过节的时候去上舅爷家 也都是大伯二伯他们作为代表 只是每次回来的时候 奶奶都会问大伯关于舅爷的一些事情 问舅爷还那么爱喝酒吗 还那么爱抽烟吗 大伯总是笑着说 舅爷抽烟喝酒了一辈子 到了这个岁数自然是少不了的 奶奶就笑笑说 舅爷因为喝酒的事情 没少闹出来矛盾 万幸是舅奶脾气比较好 容忍了她一辈子 奶奶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姥姥 三生她有四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只不过我的姨奶走得比较早 而大舅爷前几年也走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舅爷和我奶奶 他们两个人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一年奶奶也走了 奶奶走的时候 大伯赶紧去通知了舅爷 舅爷自从来我们家 就没有再回去过 在我们家住了三天 也喝了三天酒 葬礼结束之后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舅爷这个人爱喝酒 大家都是知道的 虽然说因为喝酒打过人 也住过医院 劝了好多次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面也就没有人再管她了 父亲经常给我说 在她小的时候走亲戚都是不行去的 我们离姥姥家大概是十公里的样子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脚油门就能够到了 但是在父亲的那个年代 这可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通常都是早上七八点收拾好出发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 才能够走到姥姥家 那个时候家里面都很穷 也没有吃的 但是舅爷对大伯 二伯和父亲他们几个都很好 尤其是姥姥家屋后面有一棵柿子树 每到八月十五的时候 柿子都熟了 大伯这个人比较调皮 总是爬到树上去摘 但有一次 大伯不小心从柿子树上摔了下来 疼得直咧嘴 从那之后 舅爷每年都把柿子给收好 并分开装 等奶奶带着大伯 他们去上姥姥家的时候 舅爷就会把柿子拿出来分给他们 父亲说 我们这个家舅爷也没少帮忙 舅爷是个做小买卖的人 墨豆腐技术特别好 常年推着自行车 在十里八村的卖豆腐 有时候换上来一些豆子 或者是一些大米什么的 路过我们家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留下来 还会给我们一些豆腐吃 在那个年代 谁家能吃上两块豆腐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了 舅爷知道 我们家孩子多 家里面穷 也知道母亲不好意思 跟他张口 于是 舅爷每次路过我们家的时候 都会留下来两块豆腐 说是卖剩下的 品相不好 卖不出去 就留给自己人吃吧 也是因为这样 我父亲和大伯 二伯 他们同年过的 其实 也没有那么的艰难 大概是我父亲 结婚的那一年吧 爷爷得了重病 因为娶媳妇家里面也没钱 最后还是舅爷在他们村借了很多钱 都给奶奶拿了过来 奶奶说 这个钱一定会还的 他和我父亲两个人 共同去还这个钱 舅爷总是摆摆手 说谁家都有难的时候 这些都是邻居们借过来的 到时候有了就还没有了 再等两年 我还算是有印象 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奶奶身体还挺好的 也会跟着我们 去姥姥家走动走动 每次去的时候 奶奶都会带着父亲 带着我去跟邻居们打招呼 这也算是谢谢他们 当年对我们的帮助了 只是慢慢地奶奶年纪大了 走不动道 慢慢地走亲戚这种事情 只有大伯二伯他们走动了 舅爷这个人也是如此 爱喝酒 不分场合 有一次喝醉之后 骑着自行车 要往家里面走 结果走到半路上 自行车连人一同栽进了沟里 腿摔伤了 这点小伤 对于年轻人来说 可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舅爷年纪也不小 从那之后也算是落下了病根 至此 舅爷跟我们家也来往的不多 唯一能够见面的机会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晚辈而去上舅爷家走动时 舅爷会问问奶奶的情况 回来之后 奶奶会问我们关于舅爷的情况 仅此而已 直到后来奶奶病危 我们考虑过跟舅爷说 但大伯却拒绝了 大伯说 他们姐弟两个感情比较深 如果说舅爷知道奶奶病危 心里面一定是不痛快的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年纪这么大了 除了悲伤 只剩下悲伤 只是没有过两天 奶奶还是走了 走了之后 大伯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舅爷过来 舅爷来了 他年纪很大 走路也走不稳 来到之后就坐在床边一直看着奶奶 一句话都没有说 舅爷这个人喜欢抽烟 喜欢喝酒 但那次我记得清楚 大伯给他了一根烟 舅爷手一直夹着 却始终没有抽 舅爷年纪大了 来回折腾比较麻烦 我们就把舅爷留了下来 那几天来家里的人特别多 大伯二伯他们忙着招呼客人 我父亲忙着采购各种东西 而舅爷一直在屋子里面守着 他自己一个人拿了瓶酒 拿了个杯子坐在一旁喝着酒 看着奶奶也一句话没说 那三天 酒爷喝了三天的酒 有时候大伯也劝舅爷不要喝酒了 毕竟年纪大了 喝多了伤身 后来父亲就说 舅爷这应该是难过 想喝酒是想麻痹自己 不让自己哭出来吧 父亲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有几分道理 于是我们也就没有劝舅爷收连点 我记得下葬的那一天 舅爷带着他们村的人 从村外往家里面走 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随着主侍人的一声呐喊 我们齐刷刷地跟舅爷这边的人鞠躬 晚辈儿们还跪了下来 舅爷这个时候没有说话 只是直径地往家里面走 后面的一些晚辈拍拍我们的肩膀 让我们起来 舅爷整个过程话不多 也没有哭 就一直看着奶奶的棺材 看了好久好久 下葬的时候 舅爷没有跟过来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道 就让晚辈们跟着我们一块去下葬 奶奶去世是在我们家走的宴席 是在大伯家举办的 这两家之间 其实相差大概有五百米左右的样子 所有的人都去大伯家吃饭 但舅爷没去 他还是那样一个人 端着酒夹着烟坐在家门口 就那么面无表情地喝着酒 我不止一次地劝舅爷过去吃饭 舅爷则是向我招招手 说不用管他 他没有胃口吃饭 等我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 发现舅爷好像是哭过了一样 眼睛红红的 面前的酒只喝了一点点而已 烟煤少抽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所有的宾客都已经走光了 舅爷这个时候也没有说话 他起了身 站在屋子里面走了一圈又一圈 时而低着头 时而抬着头 两久之后 他说 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准备迎接你们 当舅爷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间就转了身 朝院子里面又看了一眼 忽然间他低声说 姐 我年纪大了 以后来的次数就少了 我走了 我在咱家等着你来哈 等着你的儿子来 说完 舅爷就弯个腰 像是在鞠躬告别一样 就这样 舅爷走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我们去谢校 听舅爷家的孩子说 舅爷回去的当晚哭得不行 一口饭也没吃 躺在床上不说话 也不喝水 我在想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见惯了生老病死 甚至也早就想到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可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亲人的离开依然是无法接受的 我在想 舅爷在我们家那三天 他是怎么过来的呀 他是喝了酒过来的 可为什么要喝酒啊 或许是想麻痹自己的神经 不让我们看到他的悲伤 我还依稀记得那几晚 舅爷就坐在屋里守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都去睡觉了 只是听见舅爷一声声叹息 一声声哀怨 时不时地喊一声姐 时不时地喊一声娘 具体地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听清 但是能够感觉到他是在跟我奶奶说话 说着自己的伤心 父母都走了 兄弟姐妹四个 如今却剩下他一个 不用去想 舅爷的悲伤也不是九所能够麻痹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今年二十八岁 是一家国企的部门主管 我父母一共有两个孩子 我排行老二 也是家里最得宠的孩子 我性格外向 平时大大咧咧的 而且很喜欢结交朋友 而哥哥老实本分 平时不怎么爱说话 所以父母不怎么喜欢他 因为我们家的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哥哥初中毕业后 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而我因为得到父母的宠爱 所以我不仅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后面还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发展了 家里的一切事物 则交由父母和哥哥处理 因为哥哥嘴笨 所以已经二十多岁了 都没有谈过恋爱 这可把父母急坏了 不得已 母亲只好四处托人 给哥哥介绍相亲对象 不久后 在亲戚的介绍下 哥哥和嫂子认识了 因为双方的家境都差不多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不久后 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 他们结为了夫妻 嫂子性格开朗 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她和哥哥的性格刚好互补 而且嫂子很勤快 家里家外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自从她嫁来我们家后 父母都清闲了很多 嫂子对我和父母都很好 每次回家她都会提前准备一桌子菜 等我回家吃 所以我对嫂子的印象一直很好 直到那次出差 去他们家借宿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我对她改变了看法 为此我甚至和她翻脸 哥哥和嫂子为了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婚后不久 他们便外出打工 因为他们两人的文化不高 所以他们在城里并没有找到工资高 而且又轻松地工作 不久后 在老乡的帮助下 哥哥和嫂子去工地打零工 他们天天风吹日晒 而且火很重 一般男人都吃不消 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 嫂子和哥哥坚持了下来 他们在工地上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拧钢筋 虽然很辛苦 但工价高 每个月发工资时 他们除了留一点钱买日用品外 剩下的钱一部分 他们寄回家给父母做生活费 另外一部分则存起来 哥哥和嫂子在工地整整做了三年 他们存下了一点钱 经商量后 他们决定回老家发展 回家后的哥哥和嫂子 立马在县城实地考察 因为他们想做点小买卖 最后在亲友的建议下 他们决定在县城开一家小型超市 他们说干就干 可当时他们的存款并不够 于是便和所有亲朋友借了个便 好在他们平时为人不错 所以家里的亲朋好友都信任他们 大家多少都借一点钱给他们 不久后 哥哥和嫂子的超市就开起来了 农忙过后 父母也会上县城帮哥哥和嫂子 因为为人诚恳 加上哥哥和嫂子都很勤快 所以他们的超市的生意做越好 一年后 哥哥和嫂子就把所有欠款还清 五年后 他们还在县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那天我临时出差 在经过县城时决定去哥哥家借宿 因为我们兄弟俩好久没见了 我想借此机会和哥哥好好喝两杯 那天晚上 我和哥哥聊了很多小时候的去世 我们兄弟俩有说有笑地喝了不少酒 谁知喝着喝着 哥哥却突然哭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因为他和嫂子结婚那么多年了 嫂子都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他经常被亲友取笑 说嫂子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等等 这样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不知道自己每天那么辛苦 为的是什么 他觉得一点笨头都没了 我赶紧安慰哥哥 让他不要多想 毕竟他和嫂子还年轻 说不定放松心情后 孩子就到来了 我赶紧和嫂子扶着哥哥去他们的房间躺下 然后我拿起换洗的衣服去洗澡了 洗完澡后 我就回房间休息了 因为晚上我和哥哥都喝了不少酒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返回上海 谁知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迷迷糊糊发现 我的房间门被人轻轻打开了 我以为是在做梦 谁知那人却不管不顾地爬上我的床上 然后突然抱着我 然后往我身上靠 我吓了一跳 酒醒了一半 借着月色 我发现来人不是别人 而是嫂子 我吓得把嫂推开 然后立马从床上跳起来 嫂子愣住了 随后她在我面前跪下恳求我 让我配合她要一个孩子 我猛了 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我可不做 否则我怎么对得起爱我的父母和哥哥呢 谁知大嫂却说 这事是哥哥默认的 我觉得她胡说八道 于是便和她理论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 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让自己的妻子和别人生孩子的 我和嫂子的争吵声 哥哥似乎充耳不闻 不知道她是喝醉了酒 还是如嫂子所说的那样 这是她是默认的 不过说来奇怪 已经结婚多年的哥哥和嫂子 却一直没能如愿有个孩子 因为嫂子的肚子一直没有传来好消息 左邻右舍和亲戚说什么的 都有的人说是嫂子的问题 有的人却觉得是大哥的问题 为此父母操碎了心 随后嫂子告诉我 她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 如果她不这么做的话 最后只能以离婚收场 因为她一直没能为我们家生下一儿伴女 所以母亲经常对她指桑骂怀 父母因此觉得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来 所以他们都把怒气发泄在嫂子身上 面对这一切 哥哥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哥哥从小到大是个逆来顺受的人 而且他什么事都听母亲的话 以至于每次母亲指责嫂子时 她坐在一旁却不敢替嫂子说一句好话 因为没有哥哥的庇护 所以母亲越来越过分 她甚至逼着嫂子和哥哥离婚 可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家 嫂子不想就此放手 于是她便要求哥哥和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 谁知她和哥哥做了检查后 发现哥哥得了无经症 问题根本就不在她身上 随后 嫂子和哥哥去看了很多医生 只要听说那里有志不孕不育的医生 不管多远 哥哥和嫂子都会赶过去碰碰运气 可一连好几年 哥哥和嫂子都没有碰到好运气 为此 他们两人吃了不少苦头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让哥哥和嫂子痛不欲生 嫂子的娘家人知道 哥哥不能生育 以后 就算嫂子和她离婚 然后重新再找一个健康的人结婚 可毕竟夫妻那么多年 嫂子不想就此离开哥哥 于是她和哥哥商量后 决定再想想办法解决 就在他们还再想办法的时候 哥哥突然接到我要来家里借宿的消息 他们灵机一动 决定让我配合嫂子生一个孩子 毕竟我和哥哥是亲兄弟 肥水不流外人田 以后哥哥一定会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 来抚养成人 而且这是 他们也跟母亲商量过 母亲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定 母亲和哥哥嫂子甚至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我听了嫂子的一番话后 觉得荒唐至极 我当场拒绝了嫂子的请求 随后我立马收拾东西离开了哥哥家 然后去酒店住了下来 就在我刚办好入住手续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我气愤不已 我立马按掉 谁知母亲一遍又一遍拨打我的电话 迫于无奈 我只好把手机关机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给母亲回了电话 在电话里 我和母亲吵了起来 我怒骂母亲老糊涂了 哥哥和嫂子无知 难道他是过来人 也跟着糊涂吗 我能理解 哥哥和嫂子 想要孩子的心情 但他们的这一想法 我不敢苟同 第二天 我就返回了上海 回到家以后 我把嫂子和哥哥的事 跟妻子说了 随后嫂子 便向她做医生的朋友打听 最后 妻子的朋友 建议哥哥和嫂子 去专科医院做试管婴儿 不久后 哥哥和嫂子 就去专科医院做了检查 随后在医院里 做了试管婴儿 可因为哥哥 是无经症患者 最后手术 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 留有那么多遗憾 最后 哥哥和嫂子 在我们的建议下 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孩子 小侄女从小乖巧懂事 而且人长得很漂亮 父母从最初排斥小侄女 到最后 能坦然接受这一切 离不开嫂子的坚持 和哥哥的努力劝说 我们一直都把她当成 是自家的孩子一样抚养 而且我们还和所有亲戚 以及左邻右舍说好 让他们替我们保密 因为我们不想小侄女知道她的身世 从而会感到自卑 我们想等她成人后再告诉她 当时她要不要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那就由她自己做决定 不管她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全力支持 大家都像说好了的一样 都很自觉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直到小侄女二十岁时 我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她 小侄女沉默了很久 最终她并没有去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小侄女对哥哥和嫂子很孝顺 大学毕业后 她并没有选择在外发展 而是选择回老家发展 后来小侄女结婚了 侄女婿是上门女婿 她和小侄女对我们都很好 也很孝顺 每次我们回老家 他们都会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 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被赶出家门后 我靠冲喜报复了继母 逼我嫁给一个二流子 我不答应 全家人把我赶出了家 后来 有个妇婆让我嫁给她植物人儿子冲喜 她说 孩子委屈你了 这卡里有一个亿 你先拿着 我不委屈 一点也不委屈 嫁入豪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梦里才有的生活 再次遇到我家人 他们高高在上道 只要你认个错 我就让你回家住 我傻逼 我家的厕所都比你的房子大 我放假刚回到家 继母就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绵绵 这位是宋远 你未来地习宋雪的哥哥 是不是长得一表人才 我佩服继母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 如果宋远长得不丑的话 还挺好看的 继母把我介绍给宋远后 就去厨房忙活了 说是让我们两个小年轻 好好聊一聊 宋远目光猥琐 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 有些嫌弃到 瘦了点 看着不太好生养 我是独子 你想嫁进我们家 必须要先上一个儿子 至于彩礼 我就不给了 我相信你不是唯利是图的女孩 你嫁给我肯定是图我这个人 而不是图我家的钱 但嫁妆还是要给的 毕竟你以后嫁进来 就要吃我的喝我的 我惊呆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他这算盘打得太响 吵得我脑人都开始疼了 我笑咪咪地道 你长得随心所欲 想得倒是挺美的 你家没镜子 总有尿吧 就你那地中海 咪咪眼算头鼻 我看得上你 都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当然前提是我眼瞎了 还有你别说了 我输出到一半 宋远气急败坏地打断了我 这就急了 我吃着车梨子 你家里人宠着你 我可不顺着你 宋远知道他说不过我 他站了起来 丢下一句实话告诉你 你不想嫁给 我也得嫁 你爸妈已经做主 把你嫁给我了 只有这样 你嫁给我妹的彩礼 才能少一半 我一震 巨大的怒气如浪潮一样 包围了我家里人 那是给我介绍对象 这分明就是卖女儿 他们要卖 也得看我答不答应 我气得要命 化悲愤为食欲 直接就把一大盆车梨子给炫完了 过了一会儿 我爸把我弟和他女朋友宋雪接了回来 宋家兄妹的家都在外省 今年他俩决定不回去了 都在我家过年 我继母热情地把他们迎进了门来 快进来吃车梨子呢 我轻描淡写道 哦 我吃完了 我继母听完脸都黑了 吃年夜饭的时候 我爸问我和宋远聊得怎么样 爸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是眼睛瞎了 我都看不上他 宋雪啪的一声 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许眠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都二十五了 女人过了二十五就不值钱了 我哥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等过了年 你想找到像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就难了 继母哄道 小雪你别生气 我爸也劝小雪 绵绵就是在说气话 你别放心里去 他又板着一张脸对我说 绵绵还不快跟小雪还有他哥道歉 我有些失望地看着我爸 他在娶我继母前跟我承诺过 即使他跟继母有了孩子 他也是最疼我的 但一切在我弟许泽出生后就都变了 我爸让我搬出了我的房间给了弟弟住 说是我的房间采观更好 后来许泽大了 就开始抢我的玩具 他在大典就开始捡我的衣服 使我的作业书处处跟我作对 我爸总是那么一句话 我是姐姐 我比他大 我要让着他 这么多年过去 我也明白了 在他心里 儿子比女儿更重要 我跟许泽相安无事时 他就能做个好父亲 许泽一旦跟我起了冲突 他就会无条件向着我弟 可我没想到他会偏心到这种地步 为了儿子 他竟然要把女儿给卖了 我这次不想让了 再让我这辈子都要被毁了 我没错 为什么要道歉 许泽劝道 姐 你就道个歉吧 爸年纪大了 他生气对身体不好 还是儿子贴心啊 继母说 谁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 我看儿子才是暖心小火炉呢 看着这对绿茶母子 我的拳头都硬了 我冷笑 必须贴心啊 我爸要是给我买车买房 还卖儿子给我筹价装钱 别说小火炉了 我直接化身焚化炉 能把它烧成骨灰 你我爸气得厉害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我不是给你找了个好对象吗 你的未来也有保障了 爸会害了你吗 就是继母一唱一鹤道 你知不知道宋远在审视工作呀 一般人挤破了头 都进不了这家公司 你嫁给宋远 我们和小雪一家 也能亲上加亲 审视他们公司的员工 要求的最低学历 也是大学生 没记错的话宋远初三 都没读完 他这片人都不带打草稿 我丢下一句 这么好你怎么不嫁呀 要我说你嫁给宋远 你儿子娶宋远 那才是真正的亲上加亲呢 眼看他们几个要对我一顿输出 我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直接摔门回了自己房间 当然在走之前我直接把饭桌给掀了 我不吃 他们也别想吃 家里是没法待了 我用手机查了查去 我工作城市最近一班高铁 是在凌晨六点 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个 让我恶心的家 再也不回来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没想到 我的家人们会无耻到那个份上 差一点我这辈子都被他们给毁了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洗手间 再次回到房间 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味 这种味道我只在宋远的身上闻到过 他在这个房间里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我飞快地拧开门把手 准备出去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藏在角落里的宋远突然抱起 把我抵在了门上 那刚刚打开的门 被合得严严实实 我瞪了宋远一眼 宋远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宋远黑黑一笑 我当然知道 我劝你啊 也别挣扎了 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爸妈都是知道的 不可能 你以为你爸有多爱你 这主意就是他出的 说什么生你煮成熟饭了 你也就认命了 宋远说话那语气 那神态 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不得不信 我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宋远那张崎岖的脸 靠得越来越近 我的眼里闪过很利 拿起了旁边书桌上的奖杯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砸在了他的头上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宋远被我砸得血流如注 晕乎乎地倒在了地上 我没有就这么放过他 我一脚踩在了他的子孙根上 用力碾了碾 这么喜欢犯罪是吧 我这就没收他的作案工具 看他以后还怎么支棱起来 宋远被我这接二连三的重击 痛苦地哀嚎起来 他嘴上却不饶人 臭娘们 你给我等着他张牙舞爪地来抓我的胳膊 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美工刀 扎在了他的手心上 我可是带刺的玫瑰 是他能碰的吗 他在我这里吃了几次亏 不敢动手了 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我拿出了抽屉里的针线盒 你嘴这么脏 我不介意给你缝上 他知道 我不是简单吓唬他的 我是真的敢这么做 他不说话了 我们屋里发生的动静引来了我爸他们 宋雪拍着门 哥 你怎么了? 宋远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眼睛一亮 小雪救我 我爸隔着门劝道 绵绵别做傻事 他假惺惺地关心 令我作呕 之前宋远要对我做不轨的事情的时候 他不拦着宋远一点 还出谋划策 我现在开始正当防卫 把宋远打得抱头鼠窜了 他又开始管上了 他这哪是担心我的安危 分明是顾虑我把宋远给打伤了 宋雪会恨上我家 我弟和他的婚事会泡汤 我弟爱宋雪爱得要命 铁定会跟我爸闹 与其说我爸关心我 不如说是关心我弟 我瞥了躺在地上的宋远一眼 我跟朋友取得了联系后 才去开了门 宋雪走进来后看到 他搁得惨壮 气得眼睛通红 宋远见人来了 气焰又嚣张起来 你们赶紧把这婊子给我抓起来 我要好好教训他 我这家人都没有动他们 虚伪至极 被地里闹得再难看 明面上都不想跟我撕破脸 我冷声道 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刚跟我朋友发了微信 五分钟之后 我没给他打电话 他就会报警 大年夜 我不介意请你们吃牢饭 我瞥了后妈一眼 你不是一直嫌弃我没把赚来的钱 交给你保管吗 我现在送你一份包吃包住的好工作 你呀 就别嫌我小气了 听到我这话 这些人脸都黑了 宋雪因为我这话多了些顾虑 他瞥了我弟许泽一眼 愤愤不平道 我哥都被打成这样了 许泽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的婚事就作废 许泽急了 爸妈 我不能跟宋雪分手 继母听了当机立断 许棉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 我们许家没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女儿 我紧紧地拿着我的行李箱 看向我爸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我爸大概是心虚 别开了头 不敢看我的眼睛 绵绵 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做错了 我眼眶热热的 却笑出了声 很好 踏出房门的那一刻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已经没有了家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没有一颗星子 都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 我可真倒霉 大年夜想见我妈都见不到 这样也好 我也不想让我妈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的样子 但我真的好想她 想她温暖的怀抱 温柔的语调 还有她身上淡淡的令人安心的洗衣粉味 今年这个冬天可真冷 我抚了抚胳膊 不过没关系 春天很快就要来了 我一走到楼底 就有个穿着貂皮大衣的贵妇人叫住了我 请问你是许棉许小姐吗? 你是? 贵妇人一脸和气 这里冷 我们去附近的咖啡馆聊吧 贵妇人说明了她的来意 她是大名鼎鼎的沈氏集团的董事长 夫人何山 她的独子 沈氏集团的继承人沈周前不久出车祸成了职务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她死马当活马医 特地找了算命先生 给沈周算了一挂 算命先生说了 沈周命中注定有这么一劫 如果她能找到一个和她八字相合的人结婚 她这劫自然而然就化解了 她也会醒来 我问您的意思 是我就是那个和沈周八字相合的人 河山点点头 我知道让你跟一个植物人结婚 很委屈你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只要你肯跟沈周结婚 河山拿出了一张黑卡 这一个亿再加上城南的一套别墅 还有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 都是你的 一年之后沈周没醒 我也认命了 你可以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 许小姐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这还考虑什么呀 挂个沈周妻子的名头 一年时间就能换一个亿 两套房子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嫁入豪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梦里才有的生活呀 我是真的太谢谢我那素未谋面的老公沈周了 年纪轻轻就让我过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不假思索道 妈 我不委屈 能嫁给沈周是我的福气 河山欣慰地笑了笑 你这孩子 你能这样想就再好不过了 河山拿出了一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我生怕他后悔 立马就签下了我的大名 河山是个很好的婆婆 她看到我大年夜拿着箱子从家里离开 就知道我跟家里人闹得不太愉快 她什么也没问 让我住进了沈周的家 沈周的家很大 她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 已经回家住了 由专门的护工和私人医生看护 我也用不着看护她 你就先在这住下吧 有什么需求尽管跟家里的保姆提好 谢谢妈 等河山 哦不 我亲爱的婆婆走后 我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在软乎乎的床上滚了两圈 这才三个小时不到 我的人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我从不久前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变成了有房有上亿资产的小富婆 什么被父亲背叛的痛苦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有钱可真好啊 第二天 在沈家人的运作下 我顺利拿到了结婚证 说起来 虽然我跟沈周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还没去见过她 当然 我也没想过要见她 从头到尾 我的心里就只有那一个亿和那两套房 沈周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我特地去看了她一眼 沈周长得很好 光从外貌来讲 不输于荧幕上任何一个大明星 大概是生病的原因 她的皮肤很白 眉眼冷淡 透着淡淡的疏离 我爸打来了电话 他问绵绵 你知道错了吗 你知不知道宋远被你打出了脑震荡 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我们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 只要你向宋远认个错 再去医院照顾她到出院 我就让你回家住 也还认你这个女儿 我笑了 说得好像当她的女儿 是多大的福分似的 我讥讽 傻逼 我家的厕所都比你的房子大 就你这种卖 女儿的狗东西 配做我的父亲吗 大好的日子 别逼我骂人 就在这时 我看到沈州突然睁开了眼睛 在那么一瞬间 我的神色有些僵硬 算命先生也算太准了 我这刚住进沈家 沈州就醒了 还让他听到我不怎要优雅的输出 这也太棒了 这岂不是我不用等一年 就能拿到一个一盒两套房子去潇洒了 这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你是 我直接一个嗨 老公 沈州皱了皱眉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你先别急 听我慢慢跟你说 沈州听完了我的解释 总结道 所以你为了一个亿 还有两套房嫁给了我 什么钱不钱的 我主要是为了救死扶伤 你这么一个青年才俊 要是醒不来了 多可惜呀 我捂着胸口 我简直是痛心疾首啊 沈州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真的 我点点头 真真的比金子还真 我先给咱妈打个电话 她知道 你醒了一定很高兴 很快住在隔壁洞的沈父沈母 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我知道 他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就回了自己的卧室 过了会儿 沈母找上了我 我高高兴兴道 妈 我可以跟沈州离婚了吗 沈母道 孩子那道长说了 沈州身体还很虚 指定什么时候 就会再次陷入昏迷 你很旺她 你在她身边待上一年 她的身体才能彻底恢复健康啊 我都想好拿着这一个一两套房去潇洒了 沈母的意思却是我还得在沈州身边待一年 门口响起了沈州凉凉的声音 许棉 你不是喜欢救死扶伤吗 怎么你现在不愿意救我了 我一看沈州就坐在轮椅上 看向我的目光 凉嗖嗖的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不过我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了 没有沈州 我哪有做富婆的机会啊 我点头道 我当然愿意 我就当是延迟退休 再打一年工 我和沈州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了 沈州虽然醒了 但身体还没彻底恢复 出行都要用轮椅 平时有专人照顾她 我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她身边的小挂件 营养师给沈州送营养餐 也会顺便给我送一份 按摩师帮沈州活动筋骨的时候 也会给我按一按 家里佣人带沈州出去散心的时候 我也会顺便出去游玩 一个月后 沈州有没有好转不知道 反正我脸色红润了不少 我突然觉得 好像待在沈州身边也不错 这期间 春节还没过完的时候 经理就催促我去公司上班了 还没三倍工资 她原话是 这样的 年轻人就要多锻炼锻炼 公司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 你就应该感恩戴德 我直接回怼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经理有些生气 你这什么态度 有本事就别来上班了 行啊 她笃定了我会服软 我是在隔壁市上班 没有什么熟人 无依无靠的 她知道我很需要这份工作养活自己 平时各种压榨我 她不知道我早就准备离职了 不过是在过完年再熬两个月 我拿到年终奖后 我连下家都找好了 不用加班 工资翻倍 但我现在都是身价一个亿的小富婆了 也不在乎这撒瓜俩早了 经理一正 你真不打算过来上班了 没错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至于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自然是跟着沈舟吃喝玩乐了 我挂了电话 才发现沈舟就在我背后 我吓了一跳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就在刚刚 我敲门了 我刚才正在跟经理激情兑现 没有心思去留意别的事 沈舟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你真要为了我辞职 我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大概是我对经理说的那句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让沈舟产生了误会 沈舟大概是以为 我是为了照顾他辞职的 差不多不跟着沈舟 哪来混吃等死的美好生活 四舍五入 我就是为了沈舟离职的吗 沈舟抿了抿唇脚 明天有个晚宴 你陪我出席一下 他补充了一句 那边的厨师手艺不错 你应该会喜欢那里的食物 我笑着道 没问题 我以为到了宴会上 我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负责吃吃喝喝就行了 事实证明 我还是有些太天真了 晚宴很热闹 沈舟大病出狱 有不少人来问候 这其中就有沈舟的死对头 赵剑拿了杯红酒 嘲弄得笑笑 哟 这不是沈总吗 几天不见 怎么坐轮椅了 你上洗手间 是不是也得人扶着呀 说着 他看了沈舟的下身一眼 这可是事关男人的尊严 我真怕沈舟会暴怒 沈舟的神色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似乎对方说什么都打击不到他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沈舟瞥了赵剑一眼 语气波澜不惊 听说你又投资失败了 女朋友也跟人跑了 你爸还给你添了个弟弟 这三句话 一句话比一句话杀伤力大 赵剑恼羞成怒 脸胀得通红 你给我闭嘴 沈舟勾了勾唇 贴了他一眼 赵剑 在操心我的事前 先管好你自己吧 沈舟又道 许眠去那边点心区 这里的点心师傅手艺很好 我就是奔着吃来的 闻言 我喜滋滋地推着沈舟往点心区走去 我还没走上两步 一杯酒就泼到了沈舟身上 那身纯手工定制的西装上 多了些暗色的水渍 沈舟出乎意料的平静 他盯着那一滩水渍 神色晦暗不明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风暴 赵剑笑得一脸恶意 不好意思 手抖 他手抖个屁 摆明了就是故意的 我拿起旁边适应声托盘上的那几杯香槟 一股脑全浇在了赵剑的头上 赵剑瞪大了眼睛 又生气又震惊 你疯了吗 我毫无歉意地说 不好意思 我也手抖 沈舟是我的摇钱树 是我的大宝贝 是他能碰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一年之后 沈舟的身体如果美好 我估计还得待在他身边 身为打工人 我此生最恨的就是加班了 任何企图对沈舟造成伤害的人都给我死 赵剑在我这里丢了那么大的脸 恼羞成怒 抬起了手 一副要打我的样子 你敢动他一个手指头试试 沈舟掀起眼皮 视线淡漠 声音更是冷沉似冰 他明明是坐着的 可气场给了人很大的压迫感 我一震 沈舟似乎是生气了 赵剑骂他 他没生气 赵剑要打我 他生气了 我一脸感动 这是什么 爱护员工的爵士好老板 我真的爱了 赵剑本质上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软蛋 面对沈舟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 他心生惬意 赵剑耿着脖子说了句 你该庆幸我从来不打女人 就窘迫地离开了这里 我推着沈舟去了休息室 叫司机送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过来 等待的间隙 我打拾了毛巾 想替他把脸上沾染的酒渍擦干净 我自己来吧 沈舟从我手里接过了毛巾 身为老板 做事喜欢亲力亲为 我更爱了 沈舟慢条斯理地把他脸上的酒渍擦拭干净 才缓缓开口道 许眠 你不必为我做到那一步 他那点拙劣的手段 我有的是办法治他 我不假思索道 那怎么行 看到你受伤我彼死了还难受 毕竟他要是受伤了 可能就意味着我还得在他身边多待上一段时间 我可不想加班 沈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良久 沈舟才道 许眠 我不会辜负你 那声音很轻 就像是情人间的呢喃 我回了一个灿烂至极的微笑 你别忘了你这句话 毕竟老板这种生物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画饼了 没过几日 沈舟用一种为我好的语气道 许眠 前阵子你为了我特地辞了工作 我让助理在沈市给你留了个工作岗位 跟你之前的工作一样 你下周一就去上班吧 不是哪个打工人会喜欢工作 我可是听说了沈市工资高 福利好 但工作压力也大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只想当咸鱼 我怨念地看了沈舟一眼 心想我在晚宴上为你冲锋陷阵 你口口声声说不会辜负我 现在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 我依依不舍道 我去工作了 还怎么照顾你呀 沈舟低头看着他 我最近身体恢复得很好 也该去公司看看了 我们身处同一栋楼 你还是能帮到我的 可是我想时时刻刻都能看到你 沈舟挑挑眉 你就这么离不开我 我跟小鸡灼米一样点点头 一双真诚的大眼睛朝着他眨眨 为了能当咸鱼 这点脸皮不要也罢 沈舟瞥开了眼 再说吧 他推着轮椅走了 耳垂有点红 最终 沈舟让我做了他的私人助理 工作的第一天 为了不招同事的恨 我直接就跟沈舟的几个助理们说 介绍一下 我是沈舟的老婆 他们几个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沈舟 他们不太明白 沈舟出了个车祸 怎么还多了个老婆 沈舟点点头 没错 许棉是我的妻子 他这话一出 他那几个助理 对我眼中的敌意 立马就消失了 身为打工人 我最了解打工人了 谁都不喜欢 自己工作得好好的 突然就来了个空降关系 还跟老板很好 我挑明了自己不是来抢他们饭碗的 还是他们的老板娘 他们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助理们朝我笑笑 老板娘好 他们又问 老板娘 怎么突然想到来公司上班呢 沈舟替我答道 许棉担心我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做我的私人助理 方便照看我 他语气苦恼 嘴角却微微上扬 我怎么感觉 沈舟是在秀恩爱呢 等等 我们不是契约婚姻呢 有恩爱能秀吗 助理们 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夸我对沈舟的体贴 听得我有点心虚了 沈舟倒是笑吟吟的 都全盘接受了 末了 他叮嘱道 许棉来公司是特地为了照顾我 你们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就别麻烦他 助理们纷纷表示明白 这就是有靠山的感觉吗 这也太棒了吧 我看着身边面容英俊的沈渊这样的老板 我真的很难不爱说是私人助理 其实就是换了个名头 能继续正大光明地在他身边混吃等死 你要说 待在沈舟一个优秀的总裁身边那么久 我唯一的进步是什么 我能大声告诉你 我的游戏水平突飞猛进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 我发现沈氏大楼里 其中一个清洁工就是宋远 我还记得当初继母用一种 我高攀了宋远的语气说 他在沈氏工作 我当初还觉得奇怪 沈氏的员工最低学历要求 也是大学生 怎么可能会要一个初三都没读完的宋远 这么一来就都说得通了 宋远这人要长相没长相 要素质没素质 要前途没前途 我嫁给他就只有受苦的份 这一辈子就算是毁了 我想到我爸为了钱 要把我嫁给这么一个人 我对他只有恨 再没有一点其他多余的感情 没过几日 我那继母就打来了电话 她语气焦急 不好了 你爸得了癌症 你快来医院看看吧 他又补充了一句 别忘了带上钱 医生说 要想治好你爸 还需要一百万 我挑了挑眉 这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吧 我声音平静 许建国生病了 你们找许泽 找我干什么 你得老年痴呆了吗 你忘了 你大年三十 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从此以后 许家就没我这个人了 继母善笑一声 我那不是说气话吗 还有 许建国是你爸爸 你怎么能叫他名字呢 他不配让我叫他一生父亲 他又开始道德绑架许棉 他到底是把你养大的爸爸 你不能不管他 我轻笑一声 我可是他亲生女儿 他不是也没有管我的死活 大年三十 纵容一个男人对我不轨 这是一个父亲能干出来的事 我挂了电话 又顺便把继母的电话给拉黑了 我没猜错的话 许建国根本就没生病 他们的心很黑 但脑子没病 精明着呢 在他们眼中 我只工作了三四年 是不可能拿得出一百万的 他们大概是从哪里听说了我是个小富婆了 所以又过来压榨我了 没过一会儿 又有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个陌生电话 阿眠 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狠呢 你爸就要死了 你竟然不管不顾 他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了 继母抱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我声音冷漠 这不是许建国教得好吗 行了 你以后别打电话过来 既然要断 就断得干干净净净 我正要挂断 就听到继母威胁道 许棉 你敢挂电话试试 我还怕他不成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顺带把这个号码还有全家人的号码都拉黑了 每两分钟微信提示音响了起来 是继母发过来的 你要是不把一百万打过来 我就把你做了有钱人的情妇这件事宣传出去 让你在亲戚面前再也抬不起头 我轻笑一声 一会儿功夫 他就原形毕露了 我大概猜到了原委 估计是宋远在公司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到我和沈州关系密切 发动了他肮脏又贫瘠的小脑 只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我被沈州包养了 他意识到这一点后 立马就跟我家人报信了 而我那帮家人听到我被包养后 第一反应不是指责我 让我离开沈州 而是从我手里尽可能地骗钱捞钱 他们的无耻真的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这一会儿功夫 继母又发了两条微信过来 既然你成了有钱人的情妇 肯定不缺钱花 我们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 只要你给我们一百万 我们就不勉强你嫁给宋远 当然 如果有一天 那个有钱人完宴了你 宋远不会嫌弃 你不干净了 还是愿意娶你的 只要你戴上 你从那个有钱人身上捞到的钱就行了 我看到这两句话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这帮人真的是不要脸到极点了 我回了句 做你们的春秋大梦 一帮傻逼 我再次把这帮人的微信都给拉黑 整个世界再次清静了下来 但我心里明白 他们就是一群蝗虫 不把我的血吸干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 他们在我这里吃了闭门羹的第二天 就闹出了新的幺蛾子 这天我下楼去拿点的奶茶 远远的 我看到公司门口围了不少人 似乎有热闹可看 身为热心吃瓜群众一枚 我也凑过去看起了热闹 第一眼我就看到宋远那张猥琐的脸 他身边还站着我不要脸的一家 他们手里还拿着个横幅 大意就是宋远的未婚妻被沈氏总裁横刀夺爱包养了 宋远特地来讨回个公道 真是晦气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 还是个烂瓜 宋远眼间 我刚走近 他就看到了我 他激动得大喊大叫 就是他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吃瓜群众们看了过来 那种恶意打量的目光让我很不舒服 许建国那家人见了 立马把我团团围住 许棉 你快跟我们回去 你已经做错事了 可不能一错再错下去 许棉回头是岸 一个个都是一副为我好的虚伪模样 让我作偶 许建国 你还记得我妈死前 你答应过我妈的话 你会好好照顾我的吗 大概是对许建国死心了 问出这个问题时 我比我想象中还要平静 没有失望 也没有难受 似乎就只想要一个答案 许建国 也就是我爸有些心虚 不敢看我 我不是供你吃供你穿 把你好好养大了吗 敬母复和道 结果呢 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你弟弟有事 要你帮忙 你也不乐意帮忙 如今还做出了这种丑事 许建国也被说得有了几分底气 没错 许棉 我们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 怪不得我 要怪就怪你太自私了 我气笑了 自私的不是他们吗 为了让许泽顺利结婚 就要牺牲我一辈子的幸福 我还有一点不理解 毁了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他们想要的是我的钱 他们这样激怒我 不是更拿不到钱了 许泽富在我耳边道 你这么有本事 能勾搭上沈舟 肯定也能勾搭上其他人 我们只想要钱 你给我们一百万 我们再也不会打扰你的好事 他顿了顿 语气中是满满的威胁 否则就别怪我们挡你的财路 他们的无耻 远远突破了我的想象力 宋远还在嚷嚷 许棉 跟我回去 我不会嫌弃 你不干净了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我直接就把手里的那两杯奶茶 砸到了他脸上 你给我闭嘴 你算我哪门子未婚夫 也亏你们想得出来 用这种方式泼我脏水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我正要澄清 继母打断了我的话 怎么我们说的就是假的了 他看向众人 你们都是沈氏的职员 肯定都看到 许棉这些天和沈舟成双入队了吧 职员们点点头 继母继续道 我打听到沈舟给了许棉不少钱 这不是被包养又是什么 难道还是谈男女朋友吗 知道我和沈舟结婚的 就只有沈舟的那些助理们 我敬母这么一分析 那些职员们看向我的目光 多了些鄙夷 显然是信了她的话 我还算冷静 既然多说无意 那我也不浪费口舌了 我准备请个律师 直接告他们诽谤 送他们进牢里住几天 这帮人不吃点苦头 是不会老实的 就在此时 沈舟偏冷的声音 从我身后响了起来 许棉是我的妻子 宽厚的大掌握住了我的手 我偏头就看到了沈舟阳光落在她侧脸 染上淡淡的光韵 宛若神奇 我心里的小鹿突然开始乱撞起来 职员们却按道要糟 毕竟他们上班时间摸鱼吃老板的瓜 还被郑主逮了个正着 继母恶然 你在开什么玩笑 许棉是个普通人 你怎么可能娶她 沈舟冷笑道 她很好 她话风一转 至于你们 就是一帮垃圾保安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把这帮人赶走 保安文言粗暴地把他们往外面赶 许建国 他们是来破坏我的名声 逼迫我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的 并不想跟沈舟作对 配合地走了 只是走前 他们还放着狠话 许棉 你给我等着 你不让我们称心如意 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 看来 他们并不相信沈舟娶了我 还想再找我的麻烦 沈舟又看向了那帮看戏的职员 还有 你们就这么闲吗 上班时间不工作 在这里打发时间 职工陪着笑 我们这就去工作 这个月的奖金作废 沈舟瞥了他们一眼 要是让我听到什么不好的传言 你们就卷铺盖给我滚吧 职员们苦着一张脸 连连表示知道了 一路无话 沈舟回了办公室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许棉 我们结婚吧 我还有些忙 我们不是结婚了吗 我的意思是 我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他说 今天会闹出这样的事 就是因为公司没什么人知道 我们俩结婚了 我们办了婚礼 就不会有人再恶意揣测 我和你的关系 我很感动沈舟有这份心 但还是拒绝了 没必要吧 几个月后 我们就要离婚了 那一瞬间 空气中的气压变得很低 沈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许棉 你不是很爱我吗 还想着要跟我离婚 我一本正经地解释着我们的协议上 白纸黑字 写了我们结婚一年后 就离婚等等 沈舟是怎么看出来 我很爱她的 是因为我之前帮她出头 还是因为我非要跟着她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我只是不想让她受伤 免得让我再加班 也是想跟着她 过上混吃等死的生活罢了 只要你愿意 协议随时都可以作废 沈舟看着我 眸子里盛着爱意 令人沉溺其中 那一瞬间 我想到了她刚刚在众人的质疑目光中挺身而出的高挺身姿 我胸口的小鹿又开始乱撞起来 我告诉自己要冷静 婚姻可不是儿戏 我得好好考虑 我又想到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混吃等死 我最近在沈舟 身边似乎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又想到了 沈舟的身材也很好 这还冷静什么 还考虑什么呀 我喜滋滋地说了声好 沈舟是个行动派 立马开始筹备起我们俩的婚礼 沈父沈母得知沈舟准备跟我共度余生 高兴地祝福了我们 在他们看来 我就是沈舟的福星 我们能真的在一起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们的祝福简单又直接 就是又给了我一个亿 这期间 我请律师告了许建国一家 还有宋远造谣匪 帮我请他们去吃了几天牢饭 至于宋远的那份工作 自然也丢了 他们从监狱出来之后 并没有消停 他们得知我真的是沈舟的妻子后 懊悔不已 便招法骚扰我 说他们真的错了 希望我能原谅他们 当然 他们说这么多 就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从我手里捞钱 我会答应他们才怪 我换了手机号码 微信号 公司的保安 看到他们就驱赶别墅区 他们也进不来 我的生活才逐渐平静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恶有恶报 之前许家人为了骗我手里的钱 谎称许建国患了癌症 没成想过了没两个月 他真的患了癌症 他那好儿子许则第一时间 想的不是他爸生病了 他一定要治好他爸 而是抱怨许建国没用 就知道拖累他 因为许家拿不出足够的钱 让许泽去送学 又因为我当初伤了宋远 后来又让宋远丢了工作 两家结了院 这婚事自然而然就吹了 在许建国生病期间 许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新的联系方式 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爸生了重病 你不会不管他吧 许建国也有气无力道 许棉 帮帮我 爸 知道错了 你就帮帮爸爸 我对许建国早就没了什么亲情 当初许建国都没管我死活 我又凭什么管他的死活呢 我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你不是还有个宝贝儿子吗 你对他这么好 他也该回报你了 许建国后来又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话 他知道错了 他希望我能出钱给他治病 我也是那么几句话 从他选择卖了我 成全许泽的幸福的时候 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 他一心一意为许泽考虑 他的好儿子许泽 也是时候孝顺他了 面对我的油盐不尽 他也不装什么辞妇了 开始破口大骂我 后来又换了个号码 他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其实我知道 许建国是有钱治病的 我家那房产能卖二百万 给他治个病足够了 但这是他要留给他儿子的 他舍不得卖 所以才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过来 试图再次压榨我 我才不会做这个生物 许建国还是惜命的 他主动变卖了家产 准备拿这钱给自己治病 没成想 许泽直接卷了他的钱跑了 我那继母也不乐意管他 跟他离了婚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 许建国终日神情恍惚 有天 他一脚踏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一命呜呼 不知道他死前 有没有后悔过他的偏心 偷了钱的许泽过得也不好 他学着人家做生意 最后赔了个金光不说 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意志消沉 整日东躲西藏 后来他跟宋远勾搭上了 宋雪后面嫁的人 比之前的许泽都不如 没房没车 还没正经工作 除了嘴甜 毫无用处 婚后那男人连嘴甜的优点 都没有了 宋雪跟那男人的婚姻生活 一地鸡毛 也帮衬不上宋远什么了 欠了一屁股赌债的许泽 还有丢了工作生活 窘迫的宋泽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干一票大的 众所周知 赚钱的项目都写在了刑罚上 他们最后把自己干进了监狱 我那继母都五十多岁了 自从嫁给许建国之后就没打过工 他本来还指望投奔许泽的 没成想许泽自己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 他总不能去监狱投奔许泽 因为许泽这件事 他眼睛都快哭瞎了 他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 勉强养活他自己 又过了半年 我结婚了 婚礼就如沈舟所说的那般 办得无比盛大 结婚的那天晚上 星星很亮 我想 我的母亲一定也看到了 如今的我过得很幸福 而沈舟的身体 已经彻底痊愈了 那一场车祸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后遗症 具体表现在 昏房的灯亮了一晚上 直到天快亮时才熄灭